埃公八年 楚公子契级 适灵王而自立 适为平王 十一年 楚平王来求秦女为太子建妻 治国女好而自娶之 十五年 楚平王御诸建 建王五子须奔吾 晋宫是碑 而六御六青墙 御内相攻 事已久秦晋不相攻 三十一年 吴王和吕 与吴子须 伐楚 楚王 王奔随 吴岁入影 楚大夫申包须 来告急 七日不时 日夜哭泣 于是秦乃发 吴百圣就楚 拜吴师 吴师归 楚昭王 乃得复入影 埃公立三十六年族 太子夷公 夷公早死 不得立 立夷公之子 视为惠公 这一段的历史事件也是非常多 埃公八年就是公元前的五百二十九年 楚国的公子叫契吉 他也是楚灵王的弟弟 他就把楚灵王给干掉了 他就自己当了楚国的国君 就是楚平王 适号是楚平王 楚平王这个人是非常好的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人 但是非常糟的是他任用了一个很烂的一个人 做他的大臣 而且还特别宠信他 什么事都相信他 这个人叫废吴吉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烂的一个人 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五百二十六年 这个楚平王到秦国来给他的太子 太子的名字叫贱 给太子贱娶妻子 也就是说给自己娶儿媳妇 因为楚平王这个时候想跟秦国之间拉好关系 因为秦国也毕竟是大国 所以说他就想用自己的儿子 给自己的儿子娶一个秦国的女人当老婆 这样可以成为联姻之国 但是治国等这个女子娶过来的时候 这个楚平王发现这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就是这个秦国的女子长得特别漂亮 所以这个楚平王就自己就把这个女的就拿过来了 等于是把自己的儿媳妇给夺过来了 这个是楚平王做的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当然这里边这个费无极 是在里面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当时楚平王可能也没这个意思 楚平王当然很喜欢这个女的 但是他可能也没有说想把这个女的 把他的儿媳妇给抢过来 做自己老婆的这个想法 但是费无极他就在旁边穿着 说您这么喜欢 您自己干脆自己留也算了 您儿子您在里面娶一个 这个费无极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是因为费无极跟这个太子剑的关系很不好 太子剑就是很看不起这个费无极 费无极也看这个太子剑就是不顺眼 所以费无极他就想招 想把这个太子剑想弄掉 就不要让这个太子剑做下一任的国君 如果太子剑做下一任的国君的话 那这个费无极可能就这个没好日子过了 而且费无极跟太子剑关系 他俩是个什么关系呢 费无极是太子剑的少师 就是他的这个一个老师之一 那么太子剑的另外一个老师呢 跟太子剑关系比较好的呢 那个老师叫吴子虚 这个呢是这个太子剑的这个真正的老师 而这个费无极呢 只不过是吴子虚的这个助手 所以呢这个太子剑呢 他就是很喜欢吴子虚 他不喜欢这个费无极 费无极说好 你不喜欢我 那么我就在你爹面前 我尽量我就把你弄掉 我不把你弄死 我也把你这个太子的地位把它弄掉 所以说他就穿夺这个 像这个穿夺楚平王 娶这个秦国的女人呢 为给自己的 做自己的儿媳妇 其实这些都是费无极 他出的招 他这个这个人的脑子还是非常活的啊 他就是一开始就把这个计谋想好了 然后呢 就是等这个女孩子娶过来的时候呢 再怂恿这个楚平王 把这个女孩子再弄过来 在这个楚平王跟太子剑之间呢 造成这个隔阂 这都是费无极做的手脚啊 这个具体的过程啊 以后我们读这个史记的时候会讲啊 我这里就不细讲了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啊 太子剑就逃亡了 太子剑就是为什么逃亡呢 是因为这里边讲了15年 楚平王呢 就在费 在这个费无极的怂恿之下啊 就想诸法 想把这个太子剑给杀了 因为费无极呢 说这个太子剑呢 想要谋反 所以楚平王呢 也有点昏庸了 因为他他相信费无极 费无极说他他都信 他就想自把这个太子剑给干掉 那太子剑肯定害怕呀 太子剑就逃亡了 逃亡之后呢 他的老师跟他关系很好的老师 吴子虚也逃了 吴子虚一逃 那么楚平王就一不做二不休 其实也是费无极啊 他们两个合了起伙来 就把吴子虚的大哥 跟吴子虚的这个爸爸就给干掉了 而且还杀了这个吴子虚的 其他的这个人家族的人口 也杀了不少 所以吴子虚对这个楚平王 跟费无极是恨之入骨啊 吴子虚呢 就决定为这个自己的大哥 跟这个儿子 包括死的那些人报仇 他就跑了 跑到吴国去了 后来呢 当然这个仇是报了啊 这个都是后来的事儿的 吴子虚奔吴 然后呢 这个说说一下晋国 晋国的攻势呢 已经变得很卑微了 就说这个国军的权力 逐渐在下移 那么这个六卿的权力 逐渐在变强 这六卿呢 就是当时最有名的啊 这个晋国的六大 六大卿 就是赵卫涵这是三个 然后智氏 范氏 中杭氏 啊 这一共加一起是六个 每一家呢 出一个清 出一个人啊 做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啊 叫六卿啊 这六卿呢 是非常这个强势的啊 所以楚国的国军呢 已经这个时候说了 已经不算了 然后这六卿问题是什么呢 这六卿之间呢 互相内相攻啊 互相还是耳于我让 对吧 你攻罚我 我攻罚你 大家互相这个合同联合 在六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啊 就是跟这个跟那个联合 就是反正搞掉一家是一家 因此呢 这个晋国就属于 陷于那一个内耗之中 那么也是以九秦晋不相攻 因为晋国已经没有这个 闲行管这个其他国家的事了 所以秦国跟晋国这段时间呢 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和平时期啊 31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506年 吴王和驴 这个时候又回说这个吴子虚的事啊 吴王和驴跟这个吴子虚联合伐储 因为这里边还有很多故事啊 这个刺杀 这个呃 出现刺杀呀 什么这个前刺杀吴王辽 这些都有很多故事 等我们以后讲到这块的时候 再到时候再跟大家仔细读啊 吴王和驴呢 这个跟这个 吴子虚联合起来就讨伐楚国 讨伐楚国 吴国的军队力量是很强大的 这个楚国军队打不过楚国 那么楚王就逃跑了 这个时候的楚王已经不是楚平王了 楚平王呢已经死了 这时候的楚王呢 是他的儿子楚昭王 楚昭王没进去跑 就跑到北边的那个隋国去避难了 那么吴国人呢 就攻进了楚国的首都营 那么就出现了另外一个人 这也是非常感人的一个人啊 这个人呢就是申包虚 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名 申包虚呢 跟吴子虚本来是朋友的 吴子虚跑之前呢 还见了申包虚一面 那么吴子虚就跟申包虚说 说我一定会回来报仇的 我一定会把楚国灭掉的 那么申包虚呢就跟他说 说这个从私人的角度来讲 咱是哥俩对吧 虽然不是亲生的 但是胜于亲兄弟 但是从公的角度来说呢 你要是灭楚国 我就得救楚国 对吧 我不能让楚国灭 我是楚国的大臣 那么等这个吴子虚带领 这个吴王和卢 他们这些人把这个楚国灭了之后呢 这申包虚啊就决定 这个去救楚国 那他怎么救呢 他一个人又打不过这些人 他就只能跑到秦国去告急 到秦国去告急 到秦国去告急 秦国并不想啊 这个汤这趟浑水啊 于是这个当时的这个亲爱工啊 也不想管这事 那么申包虚呢就发扬了 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啊 就是死缠烂打是七天呢 就是一直跪在这个秦爱工的宫殿前面 不说话呀 啊就在那哭 日夜在那哭 而且七天不吃不喝 不食是不吃啊 但喝的应该是喝的啊 所以说他这个精神呢 也感动了最后这个秦爱工 而且秦爱工也发现了 这个帮助楚国打这个吴国 其实对秦国也是有利的 于是秦国就出兵了 发车五百胜去救这个楚国 然后把这个吴国军队呢 就赶回去了 打败吴师啊 就把这个吴国军队就赶回去了 其实你不赶吴国军队 这时候估计也要走了啊 该抢的也抢了 该拿的也拿了啊 吴国军队回去之后呢 这个楚昭王 也就是楚平王的儿子 才从这个隋这个地方呢 就重新进入了这个楚国的首都营 啊继续当这个楚国的国军 那么爱工历三十六年族 秦爱工呢 呃当了三十六年的国军之后啊 就死了 那么他的太子一公呢 是早死 这里的早就是通那个早晨的早啊 就死的比较早 不能立 那么就立这个一公的儿子 也就是秦国的下一代的国军 叫秦惠公 啊接下来的事就没什么特别啊 需要讲的了 都是一些这个按照年纪说的 你发我我发你的事啊 我们就快点进行啊 啊 秦宏元年 孔子行鲁相士五年 进京中行 泛士反进 进史治士 赵检子公之 泛中行士 王奔祁 秦宏历 十年族 子道公立 啊 这个事可能还得详细说一下 慧宏元年就是公元前的五百年啊 孔子呢 是做了鲁国的宾像啊 不是鲁国的宰像啊 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什么叫宾像呢 宾呢就是丹利尔加一个宾客的宾 是指他呢 这个跟随鲁国的国君 到这个甲骨这个地方跟齐国相会啊 如果大家看过那个孔子那部电影的话 对这个情节是比较 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就跟齐国在甲骨这个地方相会 那个时候呢 孔子是作为宾像的 辅佐鲁国的国君的 那么五年 晋国的一个卿 叫中杭氏 跟这个范氏 这是两个卿啊 他们谋反了 反进 反进之后呢 然后晋国就让这个智氏 和这个赵氏 也就是赵检子 攻打这个范氏跟中杭氏 范氏跟中杭氏呢 打不过这两家 所以就逃亡到齐国去了 这个事件呢 其实也是在历史上 尊求的晚期啊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啊 因为当时晋国不是六个大家族 在执掌晋国的政权吗 赵卫涵 再加上这个范氏 中杭氏跟智氏 这六大家族呢 其实这是分集团的啊 具体我就不说了 互相之间都有亲 都有这个亲戚来往的 当时呢 是这个事情的起因呢 是起因于一个叫 邯丹武的人 这个邯丹武呢 又叫赵武 他是这个赵检子的家人 他呢 替赵检子管理 邯丹这个城市 这邯丹呢 也就是河北的邯丹 替他管理这个城市 然后呢 这个邯丹呢 曾经收留了这个 从魏国 隔壁那个保卫的位啊 从魏国来的这个一些这个难民 然后这个这些难民呢 本来应该是属于这个赵检子的 但是赵检子呢 这个没有想把这些难民呢 就是当时啊 就是归过来的时候 没有想把这些魏国人呢 就迁到自己的那个彩衣那边去 他就暂时留在了邯丹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后来呢 赵检子就跟韩南武要这批人 大概可能有有有有五百多人吧 可能是有多少 要这批人呢 结果这个赵武呢 就给晚了 其实赵武也不想住这些人 就想把这些人直接送给赵检子 就算了 反正都是一家的嘛 赵检子呢 就就这个说你你 我跟你要人 你为什么不马上给我送过来 啊 他就因为这个事呢 就怪罪这个韩南武 所以呢 他就以家法的形式 把这个韩南武呢 给处死了 把韩南武叫过来之后 就给宰了 问题是 他这个一载 这个导火索就被引发了 因为啥呢 因为这个韩南武是 范氏家的姑爷 因为他 他的老婆呢 是范氏家的女儿 而范氏呢 跟那个中杭氏呢 又是亲戚关系 所以这样呢 就把范氏跟中杭氏 就带进来了 范氏跟中杭氏说 你杀了我姑爷 那你其实你是笨我来的 范氏跟中杭氏呢 就联合起来 就跟这个赵氏就死磕 其他的家族 一开始在旁边看热闹呢 跟赵氏一家打 取得了国君的这个支持 也就是说范氏跟中杭氏呢 在攻打赵氏的过程当中呢 他出了一个昏招 他就是连这个晋国的国君呢 也一起攻打 这样的话呢 就引起民愤了 所以那这四大 剩下那四大家族 就是赵 茧 子和这个智氏 还有韩氏跟魏氏 就联合起来 四个打两个 所以就把这个范氏跟中杭氏呢 又给打跑了 就把他们这两家 留下来的土地财产 全部都给分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 范氏整个晋国呢 就不是六亲执政了 是这个四个亲执政了 也就剩下四大家族了 是这么个事啊 惠公立十年族 也就是秦惠公立起来 十年之后呢 他就死了 然后他的儿子呢 是这个道公立 秦道公立起来了 道公两年 齐臣填起 士姬君如子 立其兄杨生 士为道公 六年无败其师 其人杀道公 立起子简公 九年禁定公 与吴王夫差盟 征掌于黄池 足先吴 吴强 临中国 十二年 齐田长士简公 立起地平公 长相之 十三年 楚涅臣 秦道公立 十四年族 子立公 子立公公立 孔子以道公 十二年族 这个非常乱啊 这个就是国君老是被人家宰 那么这段呢 我就不详细讲了 我就把它大致情况说一下就行了啊 道公两年啊 也就是秦道公两年的时候 齐国发生了一个大事 就是有个大臣叫田启 他把呢 这个国君啊 就是儿子啊 就即将当国君的这个人叫如子啊 把他呢就给宰了 然后呢 就立了他的哥哥叫公子杨生 做齐国的国君啊 那这个杨生呢 他就是嗜好是齐道公 那么六年 秦道公六年的时候 吴国呢 这个就打败了齐国的军队 这个呢 是吴国军队向北侵乏这个齐国啊 打败了齐国的军队 然后齐国内部呢 就是杀了道公 公子杨生呢 也被人给干掉了 立其子捡公 那么就是把公子杨生的儿子 立起来做齐国的国君 就是齐俭公 那么九年的时候 也就是秦道公 秦道公九年啊 那个晋定公 跟这个吴王夫差呢 举行了当时非常有名的 春秋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黄池之会啊 因为这两个国都是 一个老牌的这个霸主 那么一个新兴的这个霸主 互相在这争 在这个会上呢 就争谁是这个天下老大 最后呢 是足先吴 最后呢 吴国是争赢了 当然呢这个史识是各个材料的记载是不一样的 有的材料说是晋国征营了 就就不是特别清楚 像左传好像是说晋国征营了 国语呢 好像是说吴国征营了 反正这个就不管谁赢吧 就是这个吴国呢 这个时候就增完了之后啊 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呢 吴国就变强了 当然呢 以这个太史公记载呢 是吴国赢了啊 吴国就成了新的霸主 那么吴国就变强了 变强了就欺凌中国 这个史识可能也不是特别准确啊 吴国变强之后呢 其实他老家呀 已经被越国给端掉了 他已经没功夫去欺凌中国了 所以说不知道为什么太史公在这地方写这么几个字啊 十二年 其填长士兼功 填长就是陈衡 在论语里边叫陈衡啊 陈衡士兵军 这个孔子沐浴而朝 告于埃公曰 陈衡士兵军请讨之 有论语有那么一段啊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下 填长就是陈衡 因为这个填氏呢 在这个史记里边是填氏 在这个左传里边是陈氏 都是一家啊 把这个齐俭公给干掉了 立了齐俭公的弟弟 这个齐平公 做齐国的国君 填长呢 就做这个齐平公的相国啊 那么十三年 楚国呢 就正式的把他旁边那个陈国就给灭了 陈国呢 就是这个余顺的后代立的啊 就是史宫君是胡宫满 然后这个时候呢 陈国已经被楚国抹掉了 秦道宫历四十年就死了 秦道宫在这个在位 历十四年啊 在位时间的是十四年的时间 秦道宫就这个死掉了 死掉之后呢 他的儿子立功功立起来 那么孔子呢 这一年也是在这个秦道宫十二年 这一年也就是公元前的四百七十九年 这一年死掉了 享年是七十三岁 当然有的人说是七十二岁啊 立功 立功功两年 立功应该是嗜好啊 立功功两年 属人来路 来路 十六年 欠河旁 以兵两万伐大离 取其王城 二十一年 出现贫阳 禁取武城 二十四年 禁乱 杀智博 分其国与赵寒卫 二十五年 智开与义人来奔 三十三年 伐义渠 鲁齐王 三十四年 日时 立功 立功功族 子 秦赵公立 立功功两年的时候呢 蜀国人 也就是四川那边的人呢 到秦国来送这个贿赂 赠送这个财物啊 因为他们发现可能这个秦国越来越强大 如果要不跟这个秦国刚好关系的话 他们可能跨过这个大山啊 然后就直接把我们属属给灭了 所以说可能也有这个流曲拍马的意思啊 给这个秦国送东西 那么十六年呢 这个欠河旁 欠河旁呢 其实应该写成是欠旁河 就是在旁边的那个黄河啊 挖这个西岸挖沟 挖沟啊 挖一条沟 叫欠 欠就是挖沟的意思 然后呢 带兵两万 讨伐大骊 大骊呢 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只熔人在这个地方住的 就是为了讨伐这个熔人 讨伐大骊 取其王城 把大骊 这个当时那个王城就给拿下来了 这个王城就是今天的陕西大骊县的东远啊 21年也就是公元前的456年 出现贫阳 字不多 但是意义很大 也就是秦国第一次开始在平阳设县了 这个就是后来秦国统一之后呢 他也是慢慢的就采用这种做法了 就是郡县制啊 把这个平阳作为自己的一个县 这个平阳呢 是这个在今天的陕西的要县于东啊 啊 晋国呢 这个时候取五城啊 取五城啊 五城呢 是在陕西的华县的东边啊 原来呢 是属于这个晋国的后来被秦国给攻占了 那现在呢 这个又被这个晋国给拿走了 啊 那么24年 也就是这个立贡公24年的时候 那么晋国就发生了一场动乱啊 晋国呢 本来想把赵卫寒三家都吃掉 但是没想到这个没吃成没吃成别人 反被别人给吃了 那么赵卫寒三家联合起来之后 把晋国给干掉了 当然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精彩的 我们以后再讲啊 把这个晋国干掉之后呢 把晋家也给分了啊 所以呢 这个晋国这个时候就变成三家职场了 就是赵卫寒 分析国与赵卫寒25年 立贡公25年的时候 那智开呢 与义人来奔 这个事件呢 就不知道是太史公从哪里弄过来的啊 这个智开 智开好像历史上没有什么 没有记载 就不知道了 应该是智氏的一个族人吧 因为他家已经这个被被分掉了嘛 所以智开可能是为了逃难 就跟他那个义人 跟他城里的人呢 到秦国来来逃命了 33年 这个罚义渠 鲁齐王 那个很简单啊 就讨伐旁边那个义渠这个 荣族的部落 把他的那个义渠王给逮住了 立贡公34年发生了日食 那么立贡公呢 也就是在这一年呢 就死掉了 他的儿子呢 他的儿子呢 是造公做了秦国的国君 啊 接下来真的是没什么东西可以讲了啊 那么我们就快一点 造公两年南正反 13年义渠来伐 至魏南 14年造公族 立其地怀公 那么秦造公两年的时候呢 这个南正就反了 南正这个地方在哪呢 就是如果大家对陕西的地图比较了解的话 就是他在秦陵以南 在四川那个山 那一系列山的北边 他中间正好夹了一块这个汉中平原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呢 是一块平地 但是他南北都有山的 这个地方在历史 这个地理位置上非常重要的 后来刘邦那个 就是被项羽 就被封为汉中王 就是在这个地方 把他分在分在这个地方 汉羽呢 把他摁在这个 这个比较狭窄的这个 这个地方啊 其实可能也不想让这个刘邦 跟自己拼分天下 大家可能有这个意思啊 这个就是南正 南正呢 就是汉中这个地方的首府啊 南正这个地方就反叛了啊 反这个就就就不干了 是秦赵公两年的事啊 十三年呢 这个义渠来讨伐啊 来讨伐秦国啊 一直打到了魏南这个地方 魏南呢 就是魏随以南 那么十四年的时候呢 这个赵公活的也不长 十四年的时候赵公就死了 然后立他的弟弟啊 秦怀公当秦国的国君 那么怀公四年的时候呢 这个书掌啊 朝这个字面朝啊 就是通那个一个日字旁啊 一个月一个约字啊 就说的那个约字底下 加一个照相的那个照啊 书掌呢 是秦国的一个爵位啊 秦国呢 一共是分二十等爵的 那么书掌呢 是其中的第十六爵吧 是第十几爵好像是 书掌是二十爵当中的啊 第十八爵啊 这个地位还是很高啊 啊 已经马上就快到顶了啊 这个叫叫树掌朝 他跟这个大臣呢 就围怀公啊 怀公自杀 就等于是这个 跟大臣呢 就造反了啊 把这个怀公呢 就围起来了 怀公一看也也活不了了 就自杀了 那么怀公的太子呢 约昭子 这个孩子呢 早死了 大臣呢 于是就立了太子昭的儿子啊 昭子之子啊 也就是秦林宫 那么秦林宫呢 也是怀公的孙子啊 啊 这个是属于秦国内部的一场 这个政治事件 林宫六年 晋成 啊 绍良 秦姬之 十三年 成吉姑 林宫族 子献公不得立 立林宫 祭府 道子 是为简公 简公啊 昭子之地 而怀公子也 林宫六年呢 就是四百 公元前四百一十九年啊 晋国呢 就是住这个少梁这个城 这里的晋呢 其实就是魏啊 魏 就是魏国了 因为这个时候赵魏寒三家 已经把晋国给分了啊 一个人一个人三分之一 一家三分之一就变成了战国七雄了啊 战国七雄之一了 但是呢 只有魏国是这个被称是被这个称作称作是晋国的 那其他赵国跟韩国呢 都是称这个赵国跟韩国了啊 他呢 就是住少梁这个地方啊 秦国呢 就攻打他啊 积之 那么十三年也就是秦林宫十三年的时候 秦国呢 城吉姑这个地方 吉姑是在哪呢 是在这个 啊 韩城的 啊 是在这个韩城的北三十五里这个地方啊 那具体地点好像也搞不清楚是是在哪了 这个这个城市啊 啊 城吉姑 那么林宫呢 也是这一年就死了 当了十三年的国君 那么他的儿子呢 现宫呢 没没不能立 不得立就是不能立 那么立了谁呢 立了这个林宫 他的继父 继父就是老叔 继他老叔 呃立他的老叔 盗子啊 也就是视为简公 那么简公呢 就是昭子的弟弟 是怀公的儿子 公元前的四百零九年呢 也就是简公六年啊 另立初待见啊 嵌落成纵权十六年组子会公地啊 简公六年呢 就是公元前四百零九年啊 这个勤简公让这个普通的官吏也可以戴上剑了 那个时候呢 可能官吏代见呢 是有严格规定的 可能只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戴这个平时佩戴这个剑啊 那到勤简公的时候呢 可能让普通的官吏呢 也可以戴见了 而且呢 挖这个洛阳嵌 就是挖这个洛水啊 挖在洛水的岸边啊 挖沟啊 修筑这个防御工事 成纵权 那纵权呢 应该是在陕西省的浦城的东南啊 临近这个洛水 这里说的洛水是指那个 秦国的那个洛水啊 不是洛阳的那个洛水 因为一共有两条洛水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啊 成这个洛 成纵权十六年 这个勤简公就死了 他的儿子呢 秦惠公就立了 惠公十二年 子初子生 十三年 法蜀取南正 惠公族 初子立 惠公十二年啊 也就是公元前的三百八十八年啊 他的儿子初子出生了 那么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三百八十七年啊 讨伐蜀国 取了南正这个地方啊 惠公呢 这一年也就死了 他的儿子初子呢 就立了 就是当了秦国的国君啊 初子两年 庶长改啊 迎林公之子 献公于何西而立之 杀初子及其母 陈之冤旁 秦遗亡者 庶异军 君臣乖乱 顾尽富强 夺秦何西地 这段时间 大家能感觉出来啊 这个秦国的政治 是平缓的换国君啊 可能是政治 政坛一直是处于动荡之中啊 那么这个初子呢 他连嗜号都没有啊 所以还叫初子 初子呢 他登位两年之后 手下有个大臣叫庶长啊 这个庶长是爵位 这个庶长呢 他的名字叫改 他呢 就把林公的儿子 秦宪 秦宪 从这个何西这地方 给迎回来之后 然后立了秦宪宫 当这个秦国的国君了 然后杀了这个初子 那么那个原来的国君 初子就被干掉了 他妈呢 也被干掉了 把这个娘俩的尸体呢 扔在了旁边的一个深渊里边 那么秦遗亡者 数亿军 那么就是到现在为止 秦国以前呢 就是多次的换国君 所以这个君臣之间 关系非常混乱 所以晋国这个时候呢 就又变得强大了啊 趁着秦国内乱的时候 就夺了秦国的 和西的一些地盘 这晋呢 就是指魏国啊 宪宫元年 只从此 两年成立阳 四年征月 更吟孝宫生 十一年 周太史丹 建宪宫曰 故周 周故与秦国和而别 别五百岁复和 和七十七岁而霸王初 十六年 陶东花 十八年 于御金立阳 御金立阳 二十一年 与晋 占于石门 斩首六万 天子赫以伏伏 二十三年 与晋 占少良 鲁骑将 公孙 卓 二十四年 县公族 子孝公立 年已 二十一岁已 晋 晋 宪宪宫元年的时候 他干了一件非常人道的事 就是停止了 废除了 殉葬 这个非常残酷的法律 残酷的规定 就国君死的时候 不用再这个 陪 在任何人去陪死了 秦宪宫两年的时候 在丽阳这个地方 筑城 丽阳也就是这个 秦国当时的这个首都 丽阳四年 也就是秦宪宫四年 公元前三百八十一年 正月庚吟 那么孝公就生了 因为这个人 在秦国的历史上 是非常有名的 庚吟是正月初九 正月初九 就是秦孝公上 因为他使用了一个人 叫商鞅 这个我们后边会讲 商鞅 这个秦孝公 这个时候就出生了 出生之后 十一年 秦宪宫十一年的时候 周朝的周太史丹 这个见到了秦宪宫 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因为这句话 我就不翻译了 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了 叫周故与秦国 和而别 别五百岁复和 和七十七岁 而霸王初 这里唯一要说的就是 他前面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十七岁 那这里太史宫 又变成了七十七岁 所以前后也是矛盾的 就不知道哪句话是真的 十六年 也就是秦宪宫的十六年 这个冬天 桃花 桃花居然开了 这个事也比较怪异 所以说就 太史宫也把它记下来 那么十八年的时候 也发生了一件怪事 就是天上掉金子了 玉金 这里的玉就是下雨的意思 下的是金子的雨 掉金粒子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 是在利阳这个地方 在秦朝的秦国的首都 21年 那么也就是公元前的364年 和晋国 也就是和魏国 在石门这个地方打了一仗 斩首六万 就杀了这个魏国的兵 一共是六万颗人头 天子贺以福福 这个福福呢 是一种代表身份地位 象征的这个朝福啊 就周天子呢 就是带着礼物 来前来表示祝贺 福福呢 就是福福本来是 那个画在朝福上边 那个图案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代表帝王 穿的一种特制的礼服吧 把这个礼服呢 就献给了这个秦宪公 把这件东西呢 作为是秦宪公 跟魏国打赢仗的 一场这个一种礼物啊 23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362年 跟魏国呢 又打了一仗 是在少梁打的 这仗也打赢了 就是把魏国的一个大将 叫公孙卓给逮住了 但是后来有史料说 不是公孙卓 是那个太子 反正不管是谁吧 这仗应该是秦国是赢了 24年的时候 秦宪公死了 那么他的儿子秦孝公登位 年纪已经21岁了 也就是说秦孝公 当上这个秦国国君的时候 已经是21岁了 孝公元年 河山以东 强国六与其威 楚宣 魏惠 焉道 寒哀 赵成侯病 怀寺之间 小国十余 楚魏与秦接界 魏筑长城 自正 宾落以北 有上郡 楚自汉中 南有八 前中 周氏威 诸侯力政 争相病 秦辟在雍州 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 疑敌欲之 孝公于事不会 朕孤寡 招战士 明功赏 下定国中约 西我穆功 自齐雍之间 修德行武 东平禁乱 以河为界 西坝农敌 广帝千里 天子治伯 诸侯必赫 为后世开业 慎光美 惠王者 立造 简公 出子之不宁 国家内忧 魏皇外事 三进 攻夺我先君 何其地 诸侯 悲情 丑莫大焉 现功即位 镇府边境 喜致立阳 且遇东伐 赴木工之故地 修木工之政令 寡人思念 乃先君之义 常痛于心 宾客群臣 有能出奇迹 强勤者 无且尊观 与之分土 于是乃出兵东 为陕城 西展荣之 元王 孝公元年是公元前的361年 河山 这里的河是指黄河 山是指小山 黄河和小山以东呢 一共有六个强国 跟这个齐威 楚宣 魏惠 燕道 韩威 赵 成侯 并 他提到的这些人呢 都是这个齐楚 魏燕 韩赵的这些各个国家的 这个国君啊 这里说的齐威是指齐威王 啊 他是名字是齐 啊 楚宣呢 是指楚宣王 魏惠呢 是指魏惠王 魏惠王呢 也叫梁惠王啊 因为这个魏国的首都在大梁 所以魏国呢 也叫这个梁国啊 当然了魏国也是自称是晋国啊 因为晋国被这个赵魏涵给分了之后呢 这个赵国跟韩国一般不会称自己是晋国 但是呢 魏国呢 会称自己是晋 呃 燕道呢 是指这个呃 应该是燕文公 韩哀呢 应该是韩昭侯 啊 赵成侯啊 这些人呢 都是这些国家的国君啊 啊 并呢 就是指这些这些人呢 都是这个呃 这些国家的国君 同时呢 是并存的 怀寺之间小国食鱼 那么怀寺之间呢 就是指这个呃 山东和江苏的那一带啊 主要就是指那个古代大雨化天下九州的时候 那个徐州啊 主要是指这一块地方啊 啊这个怀水呢 是这个一条啊 从西向东流的一条这个水系啊 也是中国的啊 四毒之一啊 啊 中国的四毒呢 就是从北到南是黄河啊 啊 济河啊 济水啊 济河也是济水啊 然后是怀水跟长江啊 这是四毒之一啊啊 啊 那么四水呢 它大致的流向呢 是这个南北流向的 它是起源于山东啊 流经这个江苏啊 东南呢 从这个东南啊 退入淮水 然后呢 再这个流入大海 是这么几条水系啊 那么怀寺之间这个小国呢 一共有十多个啊 大致呢 说的这都是一些什么 鲁国呀 宋国呀 还有诸国呀 藤国呀 薛国呀 等这些的这个啊 国力规模都不是特别大的国家啊 楚魏与秦是接壤的 那么楚国魏国跟这个秦国 这三个国家是接壤的啊 魏驻长城啊 魏呢 就是在这个呃 魏国跟秦国之间呢 在黄河大脊子弯拐弯的那个地 地方住了一个长城 这叫魏长城 魏长城呢 他的这个旗旨呢 就是从这个正宾落以北有上郡 这个呢 要结合这个地图啊 才能跟大家说清楚啊 魏国跟秦国之间住的这个长城呢 他从南边呢 是起于正县 就是那个陕西的华县啊 就原来那个周五王分封的时候 不是把正这个地方分给了这个 他自己的那个宗心嘛 后来那个就是郑国的始风军 郑桓公基友 把自己的国家呢 搬到了河南那边 但是这个正呢 这个地方 这个名字呢 还是留在了陕西华县那个地方 那这个魏国住的长城呢 就是从正这个地方开始 啊 然后呢 是验在那个落水啊 北行啊 大家注意啊 这里的落水呢 是指魏河上边的那个落水 基本是跟落水平行的 到了黄龙县那个地方呢 开始往东拐啊 到黄河边上的少梁 就是整个这一块 是属于黄河南北走向的那一块 啊 在外围啊 靠近陕西的这边呢 还住了一条长城 这条长城被圈起来的那个地方 实际上呢 是属于魏国的地方 啊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要是想弄清楚的话 要看一下那个春秋战国的地图 尤其要看一下战国的地图啊 那个上面都有标注的 就是魏国的长城啊 它是从哪开始到这个从哪结束 啊 有上郡啊 那这个上郡呢 是指这个魏国还占有北部的上郡的一带 那这个上郡是具体地点 就是指陕西的落河以东啊 北呢 一直到长安那一带 这一大块地方呢 也是属于魏国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战国初期呢 魏国应该是所有的国家当中最强的一个 所以它占的这个土地面积也是最大的啊 它这个不仅是占有这个黄河南北走向的河东的这一块 那么在河西的那一块呢 它也占有大片的土地 后来呢 慢慢随着这个形势的发展啊 随着国力的这个发展 那么秦国呢 就逐渐的把这些地方呢 就全部都夺回来了啊 当然了 在这个战国初期的时候还没有 这些地方都是属于魏国的啊 储自汉中南有八啊 钱中啊 储自汉中 这个汉中的地方呢 还得看地图啊 就是指那个在秦陵以南的那个地方 是汉中啊 是一块这个平原啊 这些地方呢 就是是属于储国的地方 也就是说当初啊 战国开始的时候呢 储国是拥有自己南方的那个本土以外呢 它那个西北那个地方 还有这个汉中那块也是属于它的 那么如果从这个地图上看呢 汉中这一块呢 是在整个储国这个版图上的最西北的那一端 那么西南呢 储国还有巴郡 巴郡呢 就是现在重庆那一带 还有钱中 钱中呢 就是湖南的西部和贵州的东部这一带 也都是属于储国的 啊 这个时候呢 周世威啊 那么周王氏 他这个力量就越来越微弱了 诸侯力政 这里的政呢 是通那个征伐的征啊 双利尔的那个征啊 就是诸侯呢 都是平武力在互相的征伐 征相病 征相病呢 就是你打我我打你 互相的吞病 那么大鱼吃小鱼 秦辟在雍州 因为秦国呢 这个时候啊 他是非常偏僻 他的这个首都呢 是建在雍州那个地方 也就是这个啊 陕西宝基的那个地方啊 那是这个啊 迁水进入渭水之间交界的那个地方 也就现在的陕西宝啊 宝基市 他呢这个因为离中原比较远啊 所以不与中国诸侯汇盟啊 跟他们之间没什么关系 大家也没什么来往 尤其是在整个春秋期间啊 大家如果读这个春秋左传的时候 会知道啊 秦国基本没有参与中原的这些啊 汇盟啊 征战呢 啊 后来是到战国的时候 因为他逐渐变强 他才这个逐渐显露出来啊 遗迪欲知 所以中原的这些国家 把这个秦国呢 看成是遗迪 因为这个秦国呢 他长期是处于西边 西北的边陲地区啊 他周围生活的都是容人居多 那么他的生活方式呢 也跟容人差不多了 所以中原的国家都认为 一提起的秦国 都认为秦国是遗迪 所以这叫遗迪欲知 那这句话呢 其实可以把这个语序调整一下 叫遗迪四遗迪 那这样的话 可能会更好理解一点啊 那么主语就是中原国家 秦孝公看到这种情况呢 于是他就不会 不会的意思呢 就是向老百姓呢 这个广师这个恩惠啊 振孤寡 振呢 就是旧 孤呢 是幼儿无父曰孤 老儿无父曰寡 那么振孤寡呢 就是对这些 无依无靠的孤儿啊 还有这些这个 老了 但是没有丈夫的 这些女人呢 这都是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啊 就给他们呢 就是这个救助 招战士 明功赏 招呢 招战士这个不用解释啊 明功赏呢 就是明确有功即赏的 这个条令啊 你只要有功 那么我呢 就会赏赐你 下令国中约 这段 接下来这段话呢 是这个秦孝公啊 跟整个秦国 这个老百姓说的 下的一个命令啊 这个命令是这样说的啊 说西 西呢 就是过去 过去呢 我的祖先 秦木公 从这个秦山和这个雍这个地方呢 叫秦雍之间 在这个地方呢 修德行武 那么修制他自己的美德 推行他的武力啊 东平静段 那么往东啊 平了静国的内乱啊 这个就是指那个宋 啊 崇尔和那个乙武回去 回到静国去当国君的事啊 以和为戒 以这个黄和为戒 黄和在这个秦国跟啊 静国之间是南北走向的啊 西坝戎敌 那么往西呢 就是这个在戎敌当中称霸 广地千里 广呢 就是扩大 扩大土地面积有千里 天子智伯 那么天子呢 都认为我们秦木公 是这个义方的这个诸侯之主啊 叫智伯伯呢 是方伯 诸侯碧鹤啊 那其他的诸侯国家呢 都到都到我们秦国来 来表示庆贺啊 为后世开业 为我们后世的子孙呢 开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业 慎光美 这个光美呢 可以理解成是光彩跟荣耀啊 啊 跟这个光彩跟荣耀啊 就是说我们秦木公做的这些事 非常光彩 非常这个让人值得骄傲 惠王者 力造简工 出子之不宁 那么后来呢 他这个其他的像这个秦国的国君呢 像这个秦立公 秦造公 秦俭公啊 还有出子 出子也是秦国的一个国君之一啊 但是他是没有嗜好的 等他们在执政的时候呢 国家就不安宁了 国家有内忧啊 魏皇外事 这个魏皇呢 就是来不及啊 来不及去管外边的这些事 因为自己家国家内部都有事嘛 就没有这个精力往外发展 三晋攻夺我先军何西之地 这里的三晋 原来他的意思是指赵魏齐赵魏寒 但是这里主要是指魏国 因为魏国跟这个秦国接壤的面积最大 那么魏国呢 趁着这个秦国内部有动乱的时候 就夺去了秦国先军曾经开拓下的何西的那块地方 就是指我刚才在前边讲的那个啊 魏国驻长城 还有北边上郡的那一块地方 都是被这个魏国拿走了 诸侯悲秦 那么这段时间呢 各个诸侯 中原的诸侯国家都瞧不起秦国 丑莫大焉 那么我们丢人呢 就是这个这个时候我们丢脸丢人 没有比这个时期更大的了 这个呢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呢 是我们秦国的耻辱 县公即位 那么到了这个秦县公 做了我们秦国国君的时候呢 政府边境 这个时候就变得好一点了 政府就是安抚 安抚边境 喜致立阳 把我们这个国家的国都 从雍呢 从雍这个地方迁到了立阳 这个地方 且遇东伐 而且呢 有向东扩展的这个 这个想法跟趋势 赴木工之故地 想把当年秦木工 这个开创打下来的那些故地呢 再把它拿回来 修木工之政令 而且呢 也恢复重修 当年秦木工 所留下来的那些 这个规章制度 寡人思念先君之意 寡人呢 就是指秦校公的自称啊 说我经常的想念 我们先君列祖列宗的这些想法 常痛于心 我一想起来他们的这些想法 我呢 他就感到心痛 宾客群臣 然后他就说了 说你们当中 宾客跟群臣 有能出奇迹 强秦者 让我们秦国再重新变得富强以后啊 变得富强 有能有这样的人的话 无且尊官 那么我就会把他的官职提起来 这个尊呢 就是提高的意思 我就提高他的官爵 与之风土 我就把秦国的土地分一块给他 让他成为一个小的诸侯 这个呢 就等于是秦校公向国都当中啊 向整个秦国发布的这个招贤令啊 于是呢 乃出兵东围陕城 陕城呢 就是指现在的那个河南的三明侠那一带啊 出兵东围陕城 西斩荣之元王 那么荣之元王呢 也是荣族的一个部落首领啊 他的地点应该是在今天甘肃省的陵西那个地方 往西拓展 把这个少数民族的首领元王啊 也给干掉了 魏央文士令下 西入秦 因井间求见孝公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秦孝公在全国这个动员令一发布之后呢 天下的人才就把目光同时都聚焦到了西部边陲的秦国 其中有一个人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 他是一个魏国人 宝魏的魏啊 魏国人啊 他的名字叫秧 他听到了秦国在那里招贤纳士啊 文士令下 士呢 是这类意思 就文 听说这个命令这个发布下来 于是呢 他就打点行囊 西入秦 往西走 就走到了秦国 因井间 井间呢 是当时秦孝公身边一个非常受到宠信的太监 通过他呢 就见到了秦孝公 因呢 是通过的意思 见到了秦孝公啊 当然这个秦孝公啊 见到了这个商鞅呢 这也是有一段曲折过程的 这些具体的细节我们以后都会读到啊 二年天子制作 那么过了两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三百六十年啊 这个周天子向秦国送这个作肉了 这个叫天子制作 制呢 就是送的意思啊 作呢 就是指周天子祭祀祖先的时候啊 因为要用到这些肉嘛 那么祭祀完之后呢 要把这些肉分给他瞧得起的那些诸葛国 这个呢 是一种待遇的象征啊 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三百五十九年 魏央呢 就说服秦孝公 要变法图强 修行 修呢 就是修制 行呢 就是法律啊 修制法律 内务更价 那么对内要纵视农业生产 更价就是农业生产啊 外劝 战死之赏罚 那么对外就要勉励 这个劝呢 是勉励啊 勉励那些战死的那些人 要对他们进行赏罚啊 战死之赏罚 就是鼓励他们勇敢作战 要不怕死 不怕牺牲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你才能有战功 你回的时候才能得到奖赏 秦孝公善之 认为呢 魏央这个说的这个想法呢 非常好啊 这个所以叫善之 甘龙杜治等服燃 那么甘龙跟杜治呢 肯定是原来秦国的那些大夫 听到了魏央这个变法的想法之后呢 并不这么认为 就是属于秦国的那些保守势力啊 就不喜欢变法的这些人 相与争知 相与争知呢 就是跟这个商鞅啊 在这个朝堂上互相争论啊 商鞅呢 就说这个变法的好处 那么甘龙跟杜治呢 就说变法的坏处 所以这俩人呢 就是跳出来反对商鞅 那么商鞅呢 这个会这个 会驳斥他嘛 那具体驳斥的这个话呢 是在这个后边我们讲 这个到读列传的时候 读那个商军列传的时候 会具体说啊 足用央法 那最后呢 肯定是商鞅赢了 足呢 就是最后 最后呢 就采用了商鞅的变法 百姓苦之 这里的苦啊 是有争议的啊 就是说这个啊 商鞅 商军列传里边 并没有提到百姓苦之 认为这个事很苦 但是呢 这里边提到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苦呢 理解成是不习惯 那么秦国的老百姓呢 对商鞅的变法 一开始是非常不习惯的 那么居三年 过了三年之后 百姓变之 百姓已经习惯了 就是认为这个商鞅变法啊 他们已经是觉得好像也是很正常的事了 于是呢 就拜商鞅为左庶长 左庶长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 是把商鞅当这个机关了 升官了 秦决呢 一般是有二十级的啊 当时的秦国的这个爵位 一共有二十个等级 那么这个左庶长呢 是第十级 也就是越往上 这个级别越高 那么二十级呢 是最高的 那第十级呢 应该是这个秦决 二十级当中的中游的位置 所以说叫这个左庶长啊 骑士在商鞅语中 也就是说关于商鞅变法的事呢 在这个商鞅列传当中呢 说的是非常清楚的 七年 与魏惠王惠杜平 八年 与魏占元礼 有功 十年 魏央为大梁造 将兵为魏安逸祥之 十二年 作为显阳 驻 驻 秦喜都之 并 并驻 并驻 并驻小相聚 即为大县 县一令 四十一县 围田 开千末 东地 渡落 十四年 初为父 十九年 天子 智博 二十年 诸侯碧鹤 秦始公子少官 帅师会诸侯 彭泽 朝天子 秦孝公七年 公元前的 三百五十五年 跟这个魏惠王 魏惠王呢 也就是梁惠王 在杜平这个地方呢 讲和了 杜平呢 是这个陕西省的 城县的东点啊 就是在这个地方 首先跟魏国讲和 那么八年 秦孝公八年 跟魏国呢 在园里这个地方 打了一仗 有功 有功的意思呢 就是秦国打赢了 十年 秦孝公十年 魏央呢 升官了 他升了这个大梁造 他原来不是左术长吗 现在升了大梁造 大梁造呢 也是秦决之一啊 是属于 是这个升大梁造 也是肯定是比这个 左术长要高的 应该是升了六级 原来呢 是秦决二十级当中的 十级啊 第十级 那么大梁造呢 是第十六级 又往上蹦了这个六级啊 这个爵位已经非常非常的高了 大梁造 将兵为魏的安逸 降之 魏的安逸呢 就是指 现在的山西省的下线的西北 这个桑阳呢 不仅能变法 他还能打仗 他带领秦兵呢 把魏国的安逸 这个地方给围起来了 降之 而且把这个地方呢 给拿下了 让这个安逸 这个地方投降了 十二年 作为显阳 作跟为都是一个意思啊 都是这个建筑的意思 建筑显阳城啊 这个是两个动词连用啊 作跟为啊 住寄缺 这个寄缺呢 呃 寄呢 具体讲啊 寄就是指那个 呃 缺是指那个王宫门前啊 会起来两个高楼 那两个小高楼呢 叫缺 那这个寄呢 应该是指在那个王宫面前呢 会立一个 也是像一个台子那样的 一个柱子一样的东西 然后站在那个柱子上面呢 会挂一些这个 就是 法律 可能就是 或者是这个用 竹简科的 或者是用这个金属柱的 把那个刑法呀 把这些东西呢 给他柱到柱上面去 然后挂在那个柱子上 这样的话呢 会让这个国独当中的人都知道 秦国目前有什么样的这个法律 啊 这个东西呢 据说叫纪 那么纪缺呢 它合起来 实际上呢 就是指王宫啊 就是这个 住这个王宫啊 住城 住王宫 秦喜都知 那么秦国的首都呢 也就搬了 原来秦国的首都呢 不是在丽阳吗 这个时候就迁到了咸阳 也就是越来越往东走了 原来秦国的首都是在雍 然后往东走迁到丽阳 又从丽阳迁到咸阳 咸阳呢就是现在这个陕西的西安市 在那个地方啊 就越来越往越往东走了 就是因为这个有向东发展的这个趋势啊 所以迁到了这个咸阳市在秦孝公十二年的时候迁过来的啊 并诸小香聚啊 香呢 是当时秦国的一个基层的这个这个单位啊 行政单位 聚呢 就是指村落 香呢 就是跟我们现在的香差不多 那么香聚呢 把这些小的啊 这个散落的香 根据呢 把它兼命起来变成一个大的 极为大县 就让他们变成一个大县 那么就设这个县令一人 那这个当时的秦国的县呢 是分大县跟小县的啊 大县呢 有居民一万户以上的叫县 叫大县 是设县令的 那么有居民一万户以下的那个县呢 是小县 就不够一万户的 叫小县 那么设县长 所以说县令跟县长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啊 啊 这个当时呢 是41个县 一共的整个秦国 一共是划分了41个县 说明秦国当时的土地面积已经非常大了啊 围田开千墨 东地渡落 围田开千墨呢 就等于是废除了原来周王室留下来的那个景田制 周王室原来留下来的那个景田制呢 是以百步为一亩 以百步为一亩啊 那么秦国呢 就把这个土地呢 把这个制度给改了 就是母跟母之间呢 他是设有那个千墨的 千墨呢 就是母跟母之间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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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路啊 那个叫千墨啊 原来呢 这个根据周治啊 他是百步啊 以人的这个步法来丈量啊 百步呢 是这个呃 长一百步 宽一百步 这个呢 是算是一亩 那么到了秦国之后呢 因为秦国的土地面积变大了 他就把这个制度也给改了 给改成了二百四十步为一亩 所以说秦朝的这个母呢 明显要比周朝原来规定的那个景田制的母呢 要大 那这样的话呢 你要把原来周朝留下来的那个一百步为一亩的啊 这个丈量法 他那个母跟母之间留下来的那个界限 你要把它废除了 这个叫开千墨啊 这个叫开千墨 就等于是把田地的面积扩大了 东地渡落 东地渡落呢 就是把秦国的地盘扩展到了落水以东 这里的落水是指是指那个淮河上边那个汁油的落水啊 不是指那个洛阳的那个落水 也就是说把整个的那个黄河大拐弯 几次弯大拐弯 那个下边那个拐弯那个地方以西 全部都变成了秦国的领土 而且呢 他突破了魏国的长城 原来在那个几次弯拐弯下边那个地方不是有向西 突出一块长城吗 是魏国的土地吗 现在秦国呢 已经慢慢慢慢的把它夺过来了 把它夺过来了啊 这个叫东地渡落 因为渡过落水了 渡过落水了 落水渡过落水的意思就是把魏国的土地呢 也已经夺过来了 秦孝公十四年啊 初为富 初为富呢 就是开始按照户数和人口征收均富 因为过去的富跟税是有区别的 我们现在呢 富税只变成一个词了 就是税 过去的富跟税呢 不一样 富是指军富 交的呢 都是军用的物资 像这个棒子 木棒子啊 还有这个金属啊 还有皮革呀 这些东西都是用来打仗的 都是军队当中的战略物资 那么税呢 才是指那些麻呀 粮食啊 还有这个捐薄呀 啊 桑禅啊 桑禅呢 这些这些的啊 这个富跟税呢 是不太一样的 他这里说的呢 是初为富呢 是指这个按户数跟人口征收均富啊 征收均富 没包括那个税 啊 十九年 也就是秦孝公十九年 天子治伯 那么周天子呢 就给秦孝公挂了一个大牌子 说你是啊 西边的这个方伯了 秦孝公二十年啊 诸侯全部都来朝贺秦孝公 说明秦孝公的这个改革是成功的 秦始公子少官 这个公子少官是谁不知道啊 历史上好像也没什么记载啊 秦国呢 就派这个公子少官率领军队会和诸侯 在哪会和呢 在彭泽这个地方会和诸侯 朝天子一起去朝见周天子 到哪朝见呢 肯定是到洛阳的那个王城 去朝见当时的周天子 叫周显王 秦孝公二十一年 齐败魏玛陵 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 这一年应该是公元前的三百四十一年 齐国打败了魏国的玛陵 这场战役呢 叫玛陵之战 非常有名啊 是这个齐国的大将田济 跟呢他手下的一个军事天才叫孙并 把魏国的一个将军叫庞娟给杀死了 就通过马陵之战呢 把这个庞娟给干掉了 因为这个庞娟呢 跟孙并呢 据说是师兄弟 他们两个的老师呢 是鬼谷子 但是庞娟这个人呢 德性不好 把这个孙并的病骨呢 给挖出来了 所以孙并呢 才是叫孙并的 原来他不叫孙并 就是因为这个腿上的病骨没有了 所以才给他叫孙并的 后来孙并呢 复仇跑到齐国去 那么利用齐国的这个力量 啊 这个和田济 那么在这个马陵这个地方呢 跟庞娟打了一仗 啊 这一战呢 就把庞娟给打死了 那具体的这个 那故事呢 我们以后会在这个 孙子吴起列传 还有魏世家当中呢 都会讲的啊 然后呢 是而且这一战马陵之战呢 还把这个魏国的太子申 也给逮住了 所以这是一场 啊 一场非常有名的战役啊 啊 秦孝公二十三 二十二年 魏央击魏 魏公子昂 封央为猎侯 炮商军 啊 秦孝公二十二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三百四十年 那么魏央亲自带领秦国的军队 啊 击打魏国 因为这个时候魏国呢 是主要的 是秦国主要的敌人啊 秦国想象中发展 就必须要把魏国打掉 魏国跟他接掌面积是最大的啊 这一战呢 就是把魏国的公子昂啊 给抓住了 所以呢 因为有战功啊 这个秦国的国君秦孝公 就封魏央为列侯了 也就说他的官呢 已经基本达到了秦决二十决的顶端了 所以给了他一个号叫商君 所以呢 因为为什么叫商君呢 是把这个商呢 是一个地名啊 就是把商这个地方啊 分给了这个魏央 作为他的彩艺 所以魏央呢 这个时候呢 又叫商央 又叫商央 这个商在哪呢 是在陕西的丹凤一带 和那个楚国呢 基本已经靠得很近了啊 接下来我们要读的 这个秦本纪呢 可能有一些枯燥了啊 因为这里边全部都是按这个年份 讲这个秦国开始的一系列的征法啊 因为这个时候呢 已经到了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大国吞小国 小国呢 为了能够让自己生存 所以不断的就是跟这个 在大国之间进行这个游走啊 以能够保住自己的这个国土面积 但是最后事实证明呢 这样的这个努力是徒劳的 最后呢 还是会被这个大国支掉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会读这个秦本纪的时候呢 会涉及到很多地名 我们也就不再这个详细的讲了啊 因为这些都是这个指秦国 在哪一场战争当中 夺了哪一些地方 对我们来说 意义是不大的 我们只要就是按照他文本来读就行了 而且呢 这个秦本纪呢 他后边的这些不少战争啊 就是太史公在写的时候 可能他拿到的那个资料啊 不是特别确切 被后世的这些历史学家呢 考证出来 就是很多史料是不 是这个不真实的 就是说太史公可能拿到的材料是 是不准的 所以我们就不再这个仔细讲了啊 就是按照他文本 我们仔细就读下来就可以了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 二十四年 就是那个河岸的那个岸啊 叫岸门 可能当时的方言 岸跟燕 读写的差不多 所以呢 太史公法就把它寄成燕门了 这个岸门呢 是魏国的一个地名啊 是在今天 山西省的 合金县的南边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秦国跟晋国 也就是跟魏国打了一仗 把这个魏国的一个将军叫魏错 把他给逮住了 校公祖子慧文君立 誓岁诸魏秧 秧之初为秦师法 法不行 太子犯禁 秧曰 法之不行 自于贵弃 君必御行法 先于太子 太子不可行 行其师父 于是法大用秦人制 吉孝公族太子立 宗室多愿秧 秧王 因以违反 而足车裂 以殉秦国 这段说的是商鞅的结局啊 秦孝公死了 那么这么一个伟大的君王 他是商鞅变法 有力的支持者 他一死之后呢 这个商鞅就麻烦了 他的儿子是秦桧文王立了 当然秦桧文王刚开始立的时候 他还没有称王啊 他叫秦桧文君 桧文君呢 就是立起来 桧文君呢 就是秦孝公的儿子 他当了秦国的国君 那么也就是在这一年 秦国就把魏央给干掉了 为什么把魏央干掉了呢 是因为魏央当初为秦国推行变法的时候 这个师法呢 就是实行变法的时候 这个法律啊 他推行不下去 变法呢 没办法往前推 因为呢 他一变法就等于要改变了秦国 当时很多贵族的那些 那些利益都会受到损害的 那因为你要变法嘛 你要改变原来那种不合理的现象 所以很多旧有的贵族 他所享有的那些利益呢 就这个 在如果要是听任变法实行的话 那这些贵族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就没有像原先那样 那样吃的好 穿的好了 所以说呢 就受到了这些贵族的阻挠 这些贵族呢 就不喜欢这个商鞅变法 但是没办法 因为秦国的国君秦孝公呢 强力支持商鞅变法 所以商鞅就强力的往前往前推 推行这个变法 法不行 太子犯禁 那么这个法律啊 推行变法 推行不下去的时候 是因为什么呢 就推到了关键的节点 这个太子也就是啊 后来的惠文君 秦惠文君 当时呢 他还是太子 他就犯了这个忌讳了 因为这个变法 他不是制定了很多的这个法律制度吗 其中有一条呢 这个太子犯了这个法律了 商鞅就说了 说法律之所以推行不下去 就是因为来自这些贵族的阻拦 贵气呢 就是指您 秦孝公有很多这个贵气啊 有很多尊贵的这些亲属 就是因为他们这些阻拦 所以我们这个变法才推行不下去的 啊 君必欲行法 您呢 要如果真把这个变法要推行到底的话 你得从你这个太子开始 你太子犯法了 你该处罚他什么 你就得处罚 叫先于太子 要从太子先开始 但是呢 太子在这次犯的法当中 那如果根据法律条文来惩罚的话 应该是在脸上赐字的 那个行法叫情形 就是一个黑字加一个北京的经 这次读情啊 就是在脸上赐字 当然了 你不可能在太子脸上赐字啊 那怎么办呢 所以商鞅呢 就采取了一个变通的一个做法 太子脸上没法赐字 那就只能找他师父 为什么找他师父呢 是因为商鞅认为 是你师父教太子教的不好 所以才让太子犯法的 那么我太子现在受刑了 你老师应该是有责任的 你应该出来替这个你的学生 去承担这个责任 那么我就只能拿你的脸去开刺了 所以呢 这个秦孝空呢 也就同意了 秦孝空说行 把他的老师拎过来 在他的脸上赐字 商鞅呢 就毫不犹豫的 执行了这个法律 就在太子的老师呢 他的脸上就赐字了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太子的老师 心里恨商鞅得恨到什么程度 就包括太子也是一样 太子西里当时就说了 等我上台的 你看我怎么熟识你 肯定是这样 西里这样的想法 当时呢 但是不能说 于是呢 这个法大用商鞅呢 这么做 这个法律往前推行 就非常顺畅了 因为其他的一些贵族 你再怎么牛 你也没太子牛 太子犯法了 那个他老师都受惩罚了 那我们就别装了 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听话吧 于是呢 这个变法就这个大大的起了作用 秦仁治 变法一起了作用之后呢 整个秦国啊 这个就得到了治理 好了 等到秦孝公一死 太子立立 那么这个当年的惠文君啊 太子呢 就当上了秦国的国君 当上了秦国国君的第一件事 那太子要干的 那肯定大家也都清楚啊 就指定要拿这个商鞅开刀了 再加上太子一上台 原来那些受到压制的宗室贵气 马上都纷纷跑到太子 也就是现在的秦国国君 秦惠文君呢 去告上说商鞅这小子实在不是东西了 当年变法的时候 你看把我整的那么惨 对吧 我们这些人啊 就你看我们原来都跟您都是哥们 对不对 你看后来都被他压制到什么程度了 但你老爹活了 我们也没招啊 现在这个您是这个国君了 您说了算了 我们现在这回可终于可以出戏了 这些人就纷纷跑到秦惠文君这里告状 秦惠文君说你们不要急 慢慢来 看我怎么熟视他 于是呢 这个 宗室多怨央 商鞅一看不好 我赶紧跑吧 于是央王 因以为反 但是他往哪里跑啊 整个西边都是秦国的土地 秦国就派兵啊 这个秦惠文君呢 就派兵去追这个商鞅 所以大家看那个芈月传的时候 那个第一个镜头 就是这个镜头啊 那个一帮兵在这个后边追的这个商鞅 商鞅在八叶三更的 在那个荒山野岭当中 狂奔呢 大家可以想象差不多啊 基本是差不多啊 也就是那样 但是呢 没这种跑 他肯定是跑不了的 商鞅一看我跑不了之后 那我就造反吧 实际上呢 他已经没这个造反的能力了 但是呢 秦国人要杀他 必须给他 得给他安一个罪名啊 你不能因为他变法去杀他呀 对吧 他变法毕竟是对秦国有好处的 所以说就说他是造反 那欲加之罪何犯无辞呢 所以因你违反啊 就说他是造反 因此呢 就这个把商鞅呢 就给熟视了 所以这个借口啊 只要说你造反 那你是有口也输不输的啊 叫叫什么呢 叫以足以车裂呀 这个刑罚是非常残酷的 五架马车啊 每一架马车呢 这个车尾啊 又一根绳子 把你的脚手跟脑袋啊 酸在一起 然后呢 这个执行的人一下令 五个车老板子 同时往五个方向去赶这车 那你想一想 那就这个整个身体 就被拉成了五块啊 这个叫车裂 这是一个酷刑啊 以训秦国 训呢 就是巡视的意思 这个用这个办法 把这个商鞅处死之后呢 向整个秦国巡视 但是那个这个秦桧文军 虽然把这个商鞅给处死了 但是商鞅的法律 他给保留了 因为这个东西呢 对治理秦国确实有好处 说明秦桧文军 就是以私愿报复商鞅 他并不是以公愿 如果他要是以这个公愿的话 那么商鞅被处死之后呢 他这变法也应该停 那么商鞅被处死了 他变法没停 法律继续在秦国有用 就说明这个秦桧文军 其实在心理上也是承认 商鞅这个变法是有用的 惠文军元年 楚 韩 赵 蜀人来朝 二年天子贺 三年王冠 四年天子治文武座 其位为王 这一段呢 也非常简单啊 惠文军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335年 楚国 韩国 赵国 蜀人来朝 这里的蜀人就是指那个汉中南边 那个四川的成都啊 成都人呢也来这个秦国朝建了 二年呢就是公元前的334年 周天子呢也派人送来了贺礼 三年啊就是王冠 那么秦桧文军呢 就是行这个家冠礼 四年 秦桧文军四年呢 这个天子治文武座 周天子呢 把这个祭祀周文王 周武王的那个祭肉 也送来给这个秦国了啊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对当时的那个交通条件啊 这个肉啊 要是从这个洛阳啊 送到这个秦国的送到咸阳 那你怎么知道 我估计得走几天吧 那这个肉估计可能也不能吃了 那只是一个象征啊 齐魏为王啊 这个时候呢 齐国跟魏国互相称王了啊 这个互相称王了 齐国跟魏国这个时候也非常强啊 因为魏国我刚才说过了 就是魏国在战国初期是最强的国家 齐国呢也慢慢变大了 所以说齐国跟魏国一看这个 干脆咱也别客气了 对吧 现在天下都是谁权都大 谁就是老大 那咱们现在实力比较强 那我呢就是承认你是王 你也承认我是王 咱俩护王就完事了 所以这个叫齐魏 互相称王 五年 殷晋人携手为大良造 六年 魏纳殷晋 殷晋更名 宁秦 七年 公子昂与魏战 鲁骑将龙甲 斩首八万 八年魏纳和西地 九年渡河 取焚银皮士 与魏王慧 英为交 祥之 十年 张仪向秦 魏纳上郡十五县 十一年 县义渠 归魏交 屈卧 义渠君为臣 更名少良 约下阳 十二年 初纳 十三年 四月 五五 秦军为王 含义为王 使张仪 法曲闪 除其人 与魏 这个五年呢 也就是秦桧文君五年 就是公元前的三百三十 三百三十几年 我看一下啊 秦桧文君五年 秦桧文君的五四年 秦桧文君元年是三百三十五年了 那秦桧军五年应该是公元前的三百三十年啊 这个应该能算出来 五年 秦桧人呢 这个秦桧是一个地名啊 他是魏国的一个城啊 城市啊 叫秦桧啊 就是指现在陕西的那个华音县啊 叫当时叫秦桧啊 华音县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西首 也就是非常后来非常有名的这个纵横家啊 叫这个公孙衍 西首呢 他是大良道 他到秦国这个来为秦国服务了 那么秦国人呢 对他也不错 给了他一个大良造的这个职务 大良造呢 就是秦决二十等决当中的第十六等 这也是非常高的啊 一来呢 就给他一个大良造这样一个决位 那么六年啊 秦桧文君六年 这个时候已经是秦桧文王了啊 因为他已经加王冠礼了 实际上就是已经称王了 加王冠礼了 叫秦桧文王六年 魏纳殷晋 魏国呢 把这个殷晋啊送给了秦国 那呢 就是送的意思 所以殷晋呢 更名了 叫宁秦 那么名字呢 也改了 叫宁秦 七年 这个公子昂 这公子昂呢 是秦国的公子昂啊 跟这个魏国呢 就打了一仗啊 魏国其实跟这个晋国之间 现在的关系呢 也非常微妙啊 反正魏国呢 也是在极力的讨好秦国啊 但是秦国好像你意思就是 你讨好我也没用 我要是往东推的话 我还得跟你打 秦国的公子昂呢 跟魏国打了一仗 把这个魏国的一个将军 叫龙甲给抓住了 斩首八万 那这一战争 这一战呢 这个战果还不错啊 一共杀死了八万的 这个魏国士兵 秦桧文王八年 魏国呢 又把河西的那块地呢 又送给了这个秦国 因为他的国力啊 已经是不行了 所以与其让人家抢过去 你还不如主动的给人家送过去 会好一点 他这里说的河西地呢 就是指少梁的那块 和这个黄河南北走向 那么少梁 少梁是在这个黄河西岸啊 把这边的一块地方呢 全都送给了这个秦国 秦桧文王九年 那么渡河取坟林跟皮士 那么秦国人呢 就渡过了黄河 等于是黄河西岸的这些土地呢 全被秦国给收回来了 不仅如此 他还渡过了黄河 取坟林跟皮士 坟林跟皮士呢 是指魏国的两个城市啊 坟林呢 是在今天山西省的河津县 皮士呢 是在山西省河 也是在山西省河津县 这两个城离的不远 把这两个城呢 也给拿过抢过来了 然后跟这个当时的魏王 在英这个地方 举行了和谈 英呢 是一个地名 是在这个今天的河南省的鲁山县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举行会谈了 围交跟围交祥之 会谈是会谈 但是我该打还是打 所以这也是秦国的一项的策略啊 交呢 也是魏国的一个城市的名字 是在今天河南省三门峡市 已经推到这个三门峡这个地方了 说明这个秦国往东推进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他抢的都是魏国的地方啊 把焦这个地方给围下来之后 而且把焦也给拿下了 祥之呢 就是让焦也投降了 十年啊 也就是秦桧文王十年的时候 张仪也来到了秦国 向秦 那么做了秦国的这个相啊 做了秦国的相国 张仪是非常有名的啊 这个在史记里边 太史公老先生呢 把这个张仪跟这个苏秦 都是并在一起的啊 认为他俩呢 也是这个半人半神 鬼谷子的学生 当然了 这个鬼谷子这个人呢 就是究竟历史上有没有存在这个人呢 还是很有争议的啊 可能是民间传说是有这么个人的 但是谁也没见过啊 这个人呢 就是这个你要按照他的这个学生的这个年龄来看的话 那他起码得活个一两百岁 起码得活两百岁 他才能有这么多这个学生啊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实际上啊 反正大家信也行不信也行啊 反正就是认为 认为这个张仪呢 太史公认为张仪跟这个苏秦是师徒 是不是啊 是这个是这个师兄弟儿啊 老师呢 跟那个庞娟啊 跟孙斌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啊 都是鬼谷子教出来的 但是真正的历史证明啊 这个张仪跟苏秦其实还差了好几十年呢 可能不是 基本不是一个时代的啊 但现在我们不追究这些东西啊 我们因为读的是这个史记 所以我们就这个按照史记的文本来啊 那么十年张仪向秦 魏国呢 把上郡的十五县啊 这些全部都送给了这个秦国 上郡的十五县就是 原先不是提到过吗 在那个黄河以西啊 有个上郡 那个地方呢 黄河以西 那么落水以南啊 那个地方呢 全部都是魏国的 现在呢 魏国也都乖乖的 把这个十五个县全部都交给了秦国啊 秦会文王十一年啊 把义渠呢 也给收回来了啊 作为了自己的一个县啊 同时呢 这个秦国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啊 把这个郊跟驱卧这两个地方呢 又还给了魏国啊 义渠军啊 为臣啊 这个义渠呢 原来一直是秦国的 对秦国有威胁的一个容忍部落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已经向秦国称臣了 他确实一看 已经打不过这个越来越变得强大的秦国啊 把少良更名曰夏阳 把少良这个地方收回来之后呢 秦国人给他带了一个名字叫夏阳啊 秦会文王十二年初纳 初纳呢 是一个祭祀礼啊 就是在这个腊月这一天进行祭祀祖先的一个活动 叫初纳啊 在后来呢 后代你管他叫辣记 十三年 秦会文王十三年四月份的初四啊 戊五呢 是初四这一天 那么这个秦军为王啊 这句话就是 为什么太守国在这里 把这句话写成不清楚啊 因为秦军其实早已经为王了 他在那个三年的时候就已经加王冠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称王了 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又加了这样一句啊 就让人感觉到啊 莫名其妙啊 韩裔称王 这个时候韩国也称王了 那也就等于是秦国 齐国魏国和韩国相继都先后称王了 跟这个周天子 周天子也是称王了嘛 跟周天子都并列了 啊 地位上我已经不比你低了 使张仪啊 罚取陕啊 派张仪带领秦国的军队讨伐取了陕这个地方 陕呢 就是现在河南省的那个三明侠市这个地方啊 啊 初七人与卫 把陕这个地方的那个老百姓呢 全部都给撵出来了 这个叫初七人与卫啊 与卫呢 就是这个只取其地 把这个人我还给你 把你的这个 就陕这个地方的人 我全都还给你 还给你卫国 但是陕这个地方啊 我要把它留下来 这个叫初七人与卫 十四年更为元年 两二年张仪与齐楚大臣惠聂桑 三年韩卫太子来朝 张仪相卫 五年王游至北河 七年乐池相秦 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公秦 秦史庶长吉 与占修鱼 鲁骑将身差 拜赵公子可 韩太子换 斩首八万两千 十四年就是秦桧文王十四年 这一年呢 应该是公元前的三百二十四年 那么更为秦桧文王元年 也就从这个这一年开始正式改为秦桧文王元年了 那么以前那些都不算了 那么秦桧文王二年 那么张仪跟这个齐国跟楚国的大臣 在聂桧这个地方呢 举行了一个商谈啊 聂桧呢 是在今天江苏省的沛县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举行了一个会谈 谈了什么东西 这里没说 那么秦桧文王三年 韩魏太子来朝 韩国跟魏国的太子 相继到秦国来朝见 张仪呢 这个时候就不向秦了 而是向魏了 据说呢 就是张仪又回到魏国去当这个国相了 据说他这次到魏国当国相呢 其实是做秦国在魏国的卧底 张仪向秦 张仪他整个一生呢 都是终生的侍奉秦国的 关于张仪这个人的这个 这个个人的故事呢 我们后来在这等张仪苏其列传 到那个时候会会详细谈啊 五年秦桧文王五年 这个王游至北河 这里的北河呢 是指黄河 那个就是黄河不是有个大几字弯吗 那个几字最上边的那一横 就是那个那个地方 那个叫北河 因为他是在内蒙古境内了 而且是东西走向的 所以说他是在秦国的北边 因此呢 这个秦国人都把他叫北河 那么秦桧文王呢 是在这个五年的时候 游到了这个北河的地段 那么秦桧文王七年呢 这个一个叫乐池的人 跑到这个秦国来做国相了 那么这个乐池的人呢 这个叫乐池的人 据说呀 跟那个赵国人乐义 又叫乐义啊 当然大家都称乐义 乐池也可以 他呢 应该是一个一族的 都是这个乐士的 那么韩国赵国 魏国 燕国 齐国 率领匈奴 共同攻打秦国 啊 共同攻打秦国 据说这次这个合纵攻勤呢 是由这个啊 西手 也就是公孙衍发动的啊 攻打秦国啊 秦始术长吉 与战休予 这个术长吉 术长是一个爵位的名字啊 就是秦朝不是分二十 秦国不是分二十等爵吗 那么这个术长呢 这也是二十决当中的一级 应该是第十四级 这个级呢 是他的名字 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初礼级啊 又叫初礼子 他跟这个秦惠文王呢 是兄弟官相 但他们不是一个妈的 是一个爹的 都是秦孝公的儿子 啊 但是是两个妈生的啊 这个初礼子 也就是初礼级 他呢 就是领了秦国人 跟这个前面提到的那些 韩国赵国啊 这些联军呢 在修渝这个地方打了一仗 修渝呢 就是在今天河南省的 原阳县的西南啊 在这地方打了一仗之后呢 把这个韩国的一个将军 叫申差给抓住了 把这个赵国的一个公子叫可 可呢 是他的名字 也把他给打败了啊 而且呢 把这个韩国的一个太子叫患啊 韩太子患也给打败了啊 斩首八万两千 那等于这次战争呢 秦国一个国家 对抗前面的一大堆国家 秦国还赢了 那么斩首八万两千啊 八年张仪赴向秦 九年司马错法蜀灭之 法曲赵中都西洋 十年韩太子仓来治 法曲韩十张 法拜赵将尼 法曲义渠二十五成 十一年 十一年出礼级公卫焦祥之 拜韩暗门斩首万 骑将吸手走 公子通风于鼠 燕军让其臣子之 十二年 王与良王 王与良王会临近 庶长级公赵 鲁赵将庄 张仪向楚 十三年 庶长张鸡楚于丹梁 鲁骑将屈盖 斩首八万 幼宫楚汉中 取地六百里 治汉中郡 楚为雍氏 秦始庶长级 铸汉而东宫齐 道满 铸魏公焉 十四年 法楚 取少林 丹 黎 臣 蜀相撞 杀蜀侯来降 这段我们就快点读啊 因为都是指打仗的这些事啊 涉及很多地名 把这些地名呢 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段我们就过去了啊 秦桧文王八年 张仪呢 又从魏国 不做这个相国了 又回到秦国做相国 秦桧文王九年 司马措 讨伐蜀国 就是讨伐那个成都那个地方 这个司马措呢 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 司马迁的祖先啊 司马迁的祖先呢 原来也是一个将军啊 是这个秦国的一个将军 他呢 带领秦国人讨伐蜀国 把蜀国给灭了 等于是把这个蜀国给纳 他的版图呢 纳入到了秦国的 那个范围之内啊 秦国呢 又罚取这个赵国的中都跟西洋 这个中都跟西洋呢 这个地点肯定应该是 这个有争议的啊 应该是 有人考证 应该是西都跟中洋 因为中都跟西洋 好像没这地方 但是呢 西都跟中洋是有这个地方的 所以可能是太史公先生写错了啊 中洋呢 就是指这个山西省的中洋县 这个是罚赵国的中都跟西洋 这个时候大家想改的话 可以把它改过来啊 秦桧文王十年的时候呢 这个韩国的太子 他的名字叫苍 到秦国来做人质 秦国呢 罚取了韩国的石章 石章呢 就是韩国的一个城市名啊 具体地点 现在不知道在哪里 没考证出来 秦国呢 又罚拜 罚拜赵将尼 这个罚拜赵将尼啊 就有点弄不清楚啊 有人说这个赵将尼 应该是这个姓庄民尼 是不是这个叫庄尼 但是这个是不是这个人 现在也不是特别清楚 反正就是把这个叫 假如同他是是的话 那么就把这个庄尼 他是赵国的一个将军啊 把他给打败了 讨伐他 而且打败了他 罚取义渠二十五城 这都是秦国 主语都是秦国啊 秦国罚取了义渠 这个部落 一共有二十五个城市 也都把他给拿过来了 但是呢 这件事好像在历史上也没有啊 我们不管他有不有了 我们就按文本来 秦会蒙王十一年 朱里吉呢 供魏的交 魏的交原来是秦国 不是把他夺过来了吗 后来又还给了魏国吗 那么现在十一年的时候呢 又把这交又给夺过来了 祥之 那么就让这个交 整个城市都投降了 秦国拜韩暗门 暗门前面就是提过 那个叫燕门的地方啊 又在这个地方跟韩国打了一仗 而且呢 是斩手 斩手腕 那么砍的脑袋呢 超过了一万颗 骑将 吸手走 吸手呢 就是公孙衍 那么他的大将呢 公孙衍也被打跑了 公子通 封于蜀 这个公子通呢 应该是秦会文王的一个儿子 是公子通 因为蜀国不是被司马座给收过来了吗 那个地方应该派一个人去管理 所以秦会文王呢 就把自己的儿子 这个公子通 封到了蜀地那个地方 去管理这个地方 呃 燕国 那也就是这个北京那个地方呢 燕军呢 呃 这个地方 虽然只有一句话 但是这事很大啊 叫燕军让其臣子之 这个当时的燕国国君呢 他叫燕王快 也不知道他脑子怎么想 他这个脑子进水了 还是怎么想呢 经过别人一忽悠 他就把主动的把自己的军位让给他大臣了 他自己是北面称臣 对吧 他他这个就是他自己呢 就是这个面朝北啊 去这个去称臣 做做他原来臣下的那个臣子 所以这事也是非常搞的一件事啊 他那臣子呢 叫子之啊 因为这件事呢 引起了燕国的内乱啊 这个到时候我们以后会读到这个地方啊 是这个发生在秦会文王的十一年啊 那么十二年啊 秦会文王跟这个梁王 也就是魏王 在临近这个地方呢 举行了这个会谈 临近呢 是这个陕西的大梨县的东边 呃 这个庶长级就是处理级 他呢 又进攻赵国 抓到了赵国的大将叫庄啊 这个庄呢 应该是庄豹啊 他的名字应该叫庄豹啊 张仪向楚 这个时候张仪又不在秦国当国相了 他跑到楚国去当国相 据说呢 也是给这个秦国做卧底 秦会文王十三年 庄长张啊 庄长呢 是爵位名啊 张呢 叫魏张 他呢 就攻打楚国啊 攻打到丹阳这个地方啊 把那个楚国的一个大将叫屈盖给抓到了 而且斩首八万啊 这个也是比较恐怖的啊 这个丹阳呢 是在这个今天河南省的西辖县的以西啊 就是那个陕西的丹凤以东的那个丹随以北的那一块地方 叫丹阳 山南随北嘛 称为阳嘛 所以说叫丹阳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庄长张把这个楚国人呢 给打了够呛 斩首八万 又攻楚国的汉中 也就是那个秦岭南边的那个汉中平原那块地方 原来是属于楚国的 也就是属于楚国最西北的那块地方 因为他离秦国很近 所以秦国呢 这次也把楚国的这个楚国的这个汉中的地方呢 也给夺回来了 取地六百里啊 这个这块地的方圆的面积是六百里 而且秦国在这个地方呢 就制了一个郡叫汉中郡来进行管理 楚国为雍氏 这个雍氏是属于韩国的啊 属于韩国的 但是他靠近楚国 楚国呢 就把他呢 这个雍氏给围起来了 想从韩国那里 那个地方呢 韩国呢 夺一个城市过来 秦国呢 这个时候跟韩国关系还不错 秦国呢 就派这个处理级啊 去帮助韩国 而东攻齐 同时呢 还这个去进攻齐国 那么道满呢 驻魏公燕 这个道满呢 也是一个人名啊 当然有的人说他是人名 有的人说不是 那如果是人名的话呢 他应该是一个秦国的将军 他帮助魏国攻打燕国啊 这个时候已经打乱套了啊 秦惠文王十四年 法楚 秦国攻打楚国 取了少林这个地方 少林呢 是在今天河南省罗河市的东北啊 单离称臣了 这个单离呢 应该是非常非常小的两个小城啊 啊 一看不好 就直接向这个秦国称臣了 那么属相壮 这个壮呢 应该是一个人名啊 可能是这个啊 具体叫什么不清楚啊 应该可能叫陈庄吧 陈庄相 可能是叫这么个名啊 然后呢 他这个杀蜀侯 蜀侯呢 据说就是原来那个 管理蜀国的那个 那个前蜀王 后来不是被司马座给灭了吗 司马座并没有杀他 可能就把他给废了 但是呢 这个蜀国的后来的 一个一个相国叫壮 他呢 把这个前蜀王给杀了 然后到这个秦国来投降 但是后来呢 也有史学家考证说 这个相呢 杀的呢 也就这个庄 相 啊 庄这个人杀的 其实不是这个前蜀王 杀的其实就是秦惠文王的儿子 公子通 因为公子通这个时候 不是在蜀国做这个啊 做这个这个这个负责人吗 当然具体事实是什么样 也不是也不清楚了 反正有这么两种说法 那么秦惠文王啊 到这一年之后呢 就死掉了 他的儿子秦武王啊 当了秦国的国君 韩国魏国 齐国跟越国 皆兵从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全都这个服了这个秦国了 这个叫兵从啊 全是到这个地方来朝见这个啊 秦国啊 武王元年与魏魏王 惠林晋 诸蜀相壮 张仪魏张 皆东出之位 伐义渠 丹离 二年初至丞相 初礼籍 甘茂为左右丞相 张仪死于魏 三年 与韩乡王 惠林晋外 南宫杰 足初礼籍 相韩 魏王 武王魏甘茂曰曰 寡人御荣车通三川 亏周氏 死不恨 以祈求 使甘茂 树长风 伐一阳 四年 拔一阳 斩首六万 涉合 成五岁 魏太子来朝 武王 有力 好戏 力士人比 乌祸 孟月 皆致大关 王与孟月 居顶 绝病 八月 武王死 足孟月 武王娶魏女 为后五子 立一母帝 视为昭襄王 昭襄王母 楚人 姓敏氏 号宣太后 武王死时 昭襄王 为志于燕 燕人送归 得利 武王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三百一十年 那么这个秦武王呢 跟这个魏惠王 也就是 其实这个魏惠王 这时候已经死了 应该是魏襄王 也就是梁襄王 在临近这个地方呢 举行了会谈 诸蜀相状 这个蜀相 就前面刚才讲的那个啊 就是有两个争议的那个 一个是说杀公子通 一个是说杀前蜀王 有两个说法 那么之所以 后来的史学家认为 这个前蜀相啊 做蜀国的那个相国 叫庄的那个人 是把这个公子通给杀了 是因为就是这句话是证据 他说就是因为他杀了这个公子通 所以说秦国才发兵 诸这个蜀相状的啊 因为这件事啊 是这个 所以找到了一个证据啊 就把这个前蜀相 这个叫状的这个人 也叫陈状啊 把他给宰了 张仪 魏张 皆东出之位 那么张仪跟魏张呢 这个都是秦国的这个大臣啊 全部东出 到了魏国 秦国呢 讨伐义渠跟丹黎这个地方 丹黎呢 这个地方虽然他已经归服了 这个呃 秦国啊 但是秦国啊 可能为什么讨伐他呢 估计可可能是 这个这几个地方 后来又反了 就不想又这个归服秦国了 所以秦国派兵呢 就讨伐啊 这几个地方 就是义渠 丹跟黎啊 二年也就是秦武王二年 初治丞相 这个呢 也是秦朝的这个正式制度的一次改革啊 就设置了这个丞相了 而且是左右丞相 那么初比吉跟干茂 这两个人呢 分别做这个秦国的左丞相跟右丞相 张仪呢 死于魏 那这一年呢 张仪死在了这个魏国了 啊 就没有再回到这个秦国 啊 没有再回到秦国啊 啊 三年 秦武王三年啊 他呢 与韩湘王在临近这个地方又举行了一次会谈 临近外呢 就是指在临近这个城的外边 郊区吧 这一类的地方啊 举行了这个会谈 南宫杰族 出礼籍向韩 这句话是不知道从哪来的 因为这个出礼籍呢 从来就没有做过啊 韩相这一回事 不知道太史公是从哪里拿到的这个史料啊 说出礼籍居然跑到韩国去做相国 啊 没有这回事 而且这个南宫杰是谁也不清楚啊 南宫杰也不知道是何人啊 所以说这句话可以忽略不计了啊 武王魏甘茂约 那么秦武王就对甘茂说了 说寡人呢 想容车通三川 这里的三川呢 就是指洛阳的那个三川啊 秦武王说呢 我有一个梦想 我想呢 这个开通秦国到三川的一条通道 这条通道呢 能容一辆车过去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坐着这辆车 到周王市区看一下 这里的亏呢 是看啊 死不恨已 那么如果能到洛阳区看一点的话 我死也就没有遗憾了 这里的恨呢 不是怨恨啊 这里的恨呢 是遗憾的意思 秋天的时候呢 他就派这个甘茂 跟这个庶长丰 丰呢 是名啊 人名 派他们两个人去讨伐这个遗阳 因为呢 如果从秦国到这个洛阳 你必须得从这个落水上面走 走的话 这个遗阳正好是卡在落水那个中间 你要想过去的话 你必须把遗阳这个城市拿下来 那么这个把遗阳这个城市拿下来的任务 就交给了甘茂跟庶长丰这两个人 遗阳呢 这个时候应该是属于韩国的土地啊 那么四年把遗阳城给拿下来了 这个甘茂呢 这场战争也是打得非常有名的啊 这里就不细说了啊 会在后边的这个史书里面会讲啊 啊 斩首六万啊 斩首这个韩国兵一共有六万人啊 设河成武隋 然后就渡过了黄河 往北啊 渡过了黄河 这个在黄河北岸有个叫这个武隋的那个地方来筑城 等于是大家如果看一下帝国的话会知道啊 这个武隋这个地方等于是在韩国的心脏的地方 扎下了一枚钉子 那么魏国的太子呢 就来秦国来朝见啊 秦武王这个人呢 好有力气 应该是一个大力士 而且呢 好戏 这里的戏啊 应该是那种较力的那种戏啊 就是摔跤吧 我们现在指的摔跤 应该就属于这种东西 不是那种这个戏法啊 是属于那种比拼力气的摔跤啊 秦武王喜欢摔跤啊 所以呢 他这个什么人呢 他喜欢什么 他就会找什么样的人 他手下呢 有几个经常跟他玩摔跤的大力士 这三个大力士呢 一个叫仁比 一个叫乌祸 还有一个叫孟月 后来呢 有人认为这个孟月呢 就是那个大力士孟奔啊 这个手法不知道是否可信啊 官皆至大官 那么这几个人呢 虽然是大力士啊 但是在秦国都是做了这个大官了 王与孟月举顶绝并 秦武王呢 跟这个孟月啊 两个人举世这个顶啊 这个桥段一般在这个电视剧里面 很多人都看到过啊 就在洛阳这个地方 然后他说他劲儿大 他说他劲儿大 那说你劲儿大的话呢 咱比试一下呗 看谁能把这个顶给举起来 啊 这个秦武王呢 也仗势自己劲儿大啊 跟这个孟月举着顶啊 结果秦武王在举顶的时候啊 顶毕竟是太重了啊 就把秦武王的那个小腿骨就给砸折了啊 这一下子就完蛋了 八月份的时候 秦武王就因为这个这件事就死了 也属于英年早逝啊 秦武王在位的时间不长 但是呢 他确实做了很多对秦国有关 有意的事啊 你像这个打通这个三川啊 然后这个到到这个洛阳去啊 一阳之战啊 也是在他的指导之下打赢的 而且呢 他还对这个秦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啊 设这个左右丞相 所以这个人也是很有作为的一个人啊 但是就是因为啊 自己耗这个耗这口啊 耗这个摔跤这一口 结果呢 这个显得自己有劲儿 把自己给自己 自己把自己给玩死了 但是呢 这个孟月就倒霉了 因为孟月是跟他一起举顶的 跟他比拼举顶的 所以这个秦国人呢 这个啊 为了出气啊 就把这个孟月这一族就全给灭了 那么武王娶魏女为后 这个秦武王呢 他可能这个 他娶了一个魏国的女子啊 作为自己的这个王后 但是呢 他可能整天就喜欢摔跤啊 对这个男女之事也不是特别在乎 所以他就没儿子啊 所以没儿子 他没有后代啊 那怎么办呢 就立了义母帝啊 跟他是一个爹的 但不是一个妈的啊 这个义母帝呢 就是后来的昭湘王 那么昭湘王呢 亲生母亲呢 是一个楚国女人 那么也就是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 敏玥 当然敏玥这个人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啊 但是呢 米八子这个人是有的 因为八子呢 是这个秦王啊 在后宫的啊 嫔妃的一个一个代称啊 这个这个王后啊 什么夫人啊 然后这个什么这个人 那人最后有八子七子啊 反正这个这个楚国的女人呢 原来在这个楚王的后宫呢 是是在这个秦王的后宫 是做八子这个职位的啊 她呢 就是生了这个后来的秦昭湘王 她的名字呢 就叫叫叫米八子了啊 也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宣太后 我这个女人在秦国历史上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女人啊 是非常有作为的一个女人啊 这个武王的死的时候呢 这个昭湘王啊 这个时候呢 还在燕国做人质呢 那么燕国人一听说 这个秦国国君啊 举玩举顶的时候被砸死了 那个没有国君 所以赶紧就把这个昭湘王呢 就从秦国送回来 那么这个在国内呢 因为有他妈宣太后 跟他一些这个亲属啊 这个包括像这个 啊 卫展的这些人的操作 然后呢 这个昭湘王呢 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 这个位置啊 焉人送归得力啊 就是这么一个啊 一个过程啊 昭湘王元年啊 阎君吉为相啊 甘茂出之位 二年惠星县 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利 接诸及惠文后 接不得两死 到五王后出归位 三年王冠 于楚王惠皇及 于楚上冬 四年举蒲晚惠星县 五年魏王来朝 英亭 赴与魏蒲晚 六年蜀侯辉返 司马错定署 庶长焕罚处 斩首两万 靖阳君置于其 日时骤毁 七年拔新城 出离籍 出离子族八年 使将军米荣 公处 取新事 其使张子 魏使公孙喜 韩使报冤 共攻处方程 取唐灭 赵破中山 齐君王 靖子齐 魏公子晋 韩公子掌 为诸侯 九年孟长君薛文 来向秦 换公处 取八成 杀其将 紧快 十年 楚怀王 陆朝秦 秦流之 薛文 已今受免 楼缓为丞相 十一年 齐韩 魏照送中山 五国共攻秦 至严氏而还 秦与韩魏 河北及封陵 以河 贵兴县 楚怀王 走之赵 赵不受 还之秦 即死 归葬 十二年 楼还免 然后魏染为相 御楚 素 五万十 这段我们就快点说了 因为全部都是打仗 也没有什么特别想 能解释的 秦昭襄王元年 严君吉就是出礼吉 他是作为相国 严君应该是他的新的封号 因为他彩翼是被封在了严道这个地方 严道就是今天四山省的荣经县 那个地方是出礼吉的彩翼 所以出礼吉又被封为严君 严君他是做了秦昭襄王的相 甘茂出之位 那么甘茂就跑到魏国去了 出之位 但是有人说是魏应该是齐 不应该是魏 那就不管了 所以说甘茂就跑到魏国去了 二年彗星线 因为当时古人认为彗星这种东西 是出现在天空 可能是属于天象异常 所以国家 他们认为国家可能是不是会有重大的变乱 这是一个征兆 所以说这个太史就把这个事就写在了史书里边 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利皆诸 这个庶长壮这些人 庶长当然是爵位的名 他的名字叫壮 跟他的大臣诸侯公子为利 这些人呢 都是原来那个秦武王那一支的 跟这个秦昭湘王 所以不是一伙的 因为秦武王死了之后呢 他自己不没儿子嘛 所以立了这个昭湘王嘛 所以那些支持那个 就是这个秦武王的那些人 就觉得好像这个昭湘王 当这个秦国国君呢 他们不太服气 所以说就起来造反 造反之后呢 当然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都被杀掉了 叫接诸 即惠文后 接不得粮死 那么也就是那个 秦惠文王的那个老婆 也没有得到好死 惠文后啊 也就是为什么他也没得好死呢 因为他是武王的生母 他是武王的圣王 因为秦武王是嫡子 那么他的妈呢 就是秦惠文后 儿子呢死了 然后呢 这个儿子的同党造反被杀了 那么儿子的妈呢 也跟着吃了锅烙 也也这个这个躺枪了 所以说也没有得好死 这里他究竟怎么死的就没说啊 然后道武王后出归位 道武王后呢 这个道呢 应该算是一个嗜好啊 就是武王的这个皇后 不是魏国的一个女人吗 他呢也不在秦国呆了 所以说他呢也就出去之后 也就回到了自己的娘家 回到了魏国 那么昭香王三年呢 这个昭香王就加了这个 行家冠礼了啊 跟楚王呢 在黄吉这个地方 这个进行了一次这个商谈 商谈的结果呢 是与楚上庸 把上庸这个地方呢 给了这个楚国 黄吉呢 是在这个河南省新野县的东北啊 上庸呢 是在今天湖北省竹山县的西南 啊 于楚上庸 四年取蒲板 蒲板呢 是这个山西省的永济县的西边 是属于魏国的一个一个那个城市啊 出啊 这个出蒲板 四年取蒲板啊 秦国取蒲板 那么这一年的惠星又出现了 那么昭香王五年啊 魏王来朝英庭 这个英庭呢 应该是临近的这个比武啊 因为当时没有英庭这个城啊 但是这个魏王来朝呢 是在朝这个临近 这个这个事倒是有的 所以英庭的应该是临近啊 赋予魏蒲板 那么经过这次朝建之后呢 然后这个秦国又把魏国蒲板这个地方 又还给了魏国 那么昭香王的六年 蜀国那个地方的蜀侯 他的名字叫龟造反了 那么这个司马措 也就是太史公的祖先啊 也是秦国的一个将军 他又到处到蜀国去 把这个造反的给平定了 庶长焕啊 他是讨伐楚国 斩首两万啊 斩首两万就杀了两万个楚国人 靖阳君置于其啊 靖阳君呢 就是指公子福 他呢 是秦昭王的鲍顶 是秦昭王的鲍姆的 仅秸的鲍帝啊 人称呢 靖阳君 因为他是封在靖水的 那个北岸的一块地方 现在今天山西省 靖县的 靖县的西北 那个地方呢 他是这个公子福的采艺 所以他又叫靖阳君 因为他是秦昭湘王的 统母的弟弟 都是米八子生的 所以靖阳君 也是当时秦国有名的四贵之一 四个最有权势的大会族 那么靖阳君是一个 还有高陵君 华阳君跟染猴 他们四个合起来叫四贵 都是米八子这一边的亲属 后边这三个人 我们以后会慢慢的提到 靖阳君 他到齐国去做人质了 日食咒毁 那么大白天的时候 发生了日食 白天就变成了晚上 咒是白天 毁是变成了晚上 所以因为古人认为 日食大白天突然变黑了 像这些都是属于天象异常 可能是跟国家的政治上 是有关的 所以古人就会把这些 不太正常的天文现象 当然我们现在看来是正常的 在过去呢 他们认为是不正常的 就把它记在这个书里边 昭湘王七年拔新城 那新城是哪呢 就是现在河南省的湘城县 当时是属于楚国的 把楚国的新城也给拿下来了 这一年呢 出离子就死了 这个也是为秦国做过 这个很大贡献的一个人啊 出离子族 秦昭湘王的八年呢 他派将军米戎公楚 这个米戎呢 一听这个姓就知道 这个他肯定是跟那个米八子 也就是跟宣太后 肯定是一家的 那这个米戎跟这个米八子 也就跟宣太后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他是宣太后的同父弟 一个爹的 但是不是一个妈的 都不是不是一个妈的 他是同父义母弟 他也是当时的这个四位之一 被封为华阳君 也是四位之一啊 米戎 他呢 攻打楚国 取了新室 新室呢 是在这个 也是楚国的一个城市名 但是呢 这个方位啊 具体在哪不知道 钱穆先生呢 认为应该是在汉北 或者是南洋那个地方 但恐怕可能也不一定准 齐国呢 派这个张子 张子这个人在齐国是非常有名的 他的名字叫张荒 因为大家如果要是读孟子的话 就就会知道 因为张荒这个人呢 在这个孟子里面会反复的被孟子提到 齐国呢 派大将张荒 这个魏国呢 派大将公孙喜 韩国呢 派大将报冤 一起呢 攻打楚国的方程 娶唐媚 这个楚国的方程啊 在这个春秋的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啊 因为他呢 是被认为是楚国跟中原国家的这个分界线 所以说呢 这个叫方程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其实各个国家 有很多国家 其实都有自己的那个 这个城 这个像类似于像长城这种东西的 就是类似于像国金县的这种东西的 那么秦国后来建长城的的时候呢 他就依托了很多 这个赵长城啊 魏长城 依托很多这些长城的 把它连起来 然后才建的这个长城 并不是说平地起长城啊 就原来一点长城没有 整个就是重建的 也没有 他有些是重建的 有些是依托原来这个国家就有的 共同攻楚国的方程 然后娶了唐媚 唐媚呢 这个人呢 就是他是一个人民啊 他是一个 人名 娶唐媚 可能是不是就把唐媚给这个 给杀死了 他肯定应该是这个 楚国的一个将军吧 唐媚啊 不是唐媚 就是楚国的一个将军 那么这个张子他们这些人 就是张这个张芳 还有公孙喜他们这些人 可能就是打这个楚国 这个跟唐媚这些人打 最后可能唐媚被干掉了 所以叫娶唐媚 赵国呢 破中山 也就这个时候啊 其实不光是秦国在扩张啊 同一时期啊 其他的那些诸侯国都在扩张啊 大国在吞变小国 那么赵国呢 就把中山给破了 中山呢 就是现在那个河北省石家庄市 原来在春秋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 是一个小诸侯国啊 这个时候赵国也不破 也不客气了 把中山也给拿下了 那么中山国的国君呢 就逃亡了 最后呢 他是死在了齐国 静呢 是最后的意思 啊 魏公子静啊 韩公子长啊 这个时候呢 也变为了诸侯 那这俩呢 是为什么呢 因为 啊 这个秦国 据说啊 背景是秦国为了分裂韩国跟卫国 那么树立自己在韩国跟卫国的亲信 所以呢 就让这个韩国的一个公子跟卫国的一个公子 让他俩单独分出去 这样的话呢 一个国家要分出去一小块的话 那这个国家的这个势力呢 整体的势力就会变得弱了 所以这个魏国公子静跟韩国的公子长 应该是属于这个各自国家当中的亲秦派的这个人 所以秦国呢 当然也会帮助他啊 让他成为一个小诸侯啊 小小的诸侯 那么秦昭相亡九年 孟长军啊 这个人是战国四公子之一啊 他也非常有名 他的名字叫田文 因为啊 他是封在靴这个地方 也就是山东省靴县的那个地方啊 他在采义是在那儿 所以说他又叫靴文 他这一年呢 就是到秦国来做这个相国了 那么这个焕呢 就是庶长焕啊 也是秦国的一个将军啊 他呢攻打楚国 取了楚国的八个城市 而且把楚国的一个将军叫紧快给干掉了 秦昭相亡的十年呢 楚怀王啊 入朝秦到秦国来朝见 结果这次呢 就没再回去 一直死在了秦国 秦国呢 就把他给扣住了 就没让这个楚怀王再回楚国 而这个秦国人薛文呢 也就是填文呢 以金兽免 那这个金兽呢 是一个秦国丞相的名字 这个人具体不是特别清楚 这个金兽具体在秦国是干什么的 可能是说这个秦昭相亡的一个 一个可能比较喜欢的一个人吧 好像在历史上也没什么名 叫金兽 因为他呢 就觉得好像说 说服这个秦昭相亡 说你看你让这个秦国人 在我们旁边这里做国相 你说他能成行在我们这里做国相吗 他肯定他的一举一动 都是为齐国打算的 所以他就告诉这个秦昭相亡 说你就干脆把他撵回去算了 你就别让他做这个秦国的国相了 然后秦昭相亡一想也是这么回事啊 就把这个田文就就这个就撵走了 所以他就免了他这个田文的相国的位置 娄幻为丞相 那这个娄幻呢 据说是一个赵国人啊 他本来是赵国人 但是呢 他是经常往返于这个赵国跟秦国之间 所以他在赵国应该也是属于清秦派的 那么这一年呢 他也来到了秦国 做这个秦国的相国 秦昭相亡的11年 齐国 韩国 魏国 赵国 宋国 还有中山 这五国呢 共同攻打秦国 这五国联军呢 到了严氏这个地方之后呢 就没打 然后就回去了 严氏呢 是这个魏国的一个地名啊 一个土地 就是今天的山西省的运城市 所以联军打一个国家 很少都有能赢的时候 秦与韩魏 河北及丰陵以河 那么秦国一看 这个自己扩张太猛了 所以这个河中的这些国家 老是联合起来之后打自己 秦国说 那我稍微退一下吧 就给了韩国跟魏国的一些地 河北的地还有叫丰陵的这个地方 来求和 这一年呢 这个惠星呢 又出现了 所以呢 就这个也记了一笔 秦怀 楚怀王呢 这个时候在秦国一看 被秦国给留作人 扣作人质了 他总想逃 他还真逃出去了 他跑 逃哪儿去 他跑到赵国去了 但是赵国呢 不接受他 城门没开 所以这个楚怀王又没地方走了 只能回过头来 再回到这个秦国 结果最后呢 他就死在了秦国 即死 就是死在了秦国 但是他埋呢 是这个埋在了楚国 归藏 这个人 秦国人留他活人 是可以有用的 但你留他一个死人 就没啥用了 所以把他送回去 送到楚国埋藏了 12年 也就是秦昭襄王12年 这个赵国人楼缓呢 在秦国做相 就被免掉了 阳侯魏藏为相 这个魏藏呢 来头非常大 他是谁呢 他是这个宣太后 也就是米八子的 童母义父的弟弟 一个妈生的 但不是一个爹生的 所以说他姓魏 他叫魏藏 他呢 做这个秦国的相国了 而且呢 他是被封为阳侯 他是被封为阳侯啊 所以说是 这个因为他的封地 是在阳啊 在今天河南的邓县 所以说呢 叫这个阳侯 他做秦国的相国 因为这个秦国跟楚国 现在关系很紧张啊 因为秦国把楚国的一个 这个国王 楚怀王给留这儿 而且还死在自己国家了 所以这个楚国对秦国 一直看着就不顺眼 所以为了缓和 秦国跟楚国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给了 秦国给了楚国呢 这个粮食五万十 十三年 相授罚寒 取吴史 左庚白起 宫新城 武大夫礼 出王奔位 人比为汉中守 十四年 左庚白起 宫寒位 于一缺 斩首二十四万 鲁公孙喜 八五成 十五年 大良造白起 宫位 取元 赋予之 宫处 取婉 十六年 左庚措 取志及邓 然 勉 封公子 福 宛 公子 盔 邓 魏 染 陶 为诸侯 十七年 承阳军入朝 即东周军来朝 秦以元 为 普宛 皮士 王之 宜阳 十八年 错 宫 原 何庸 绝桥取之 十九年 王为西地 其为东地 皆父 去之 屡里来自归 这一段说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秦昭湘王十三年 相授呢 是讨伐这个韩国 取了吴史这个地方 相授呢 是秦国的一个这个 一个一个大将啊 这个人呢 跟宣太后是有关系的 他是宣太后的一个亲属 他从小呢 是跟这个秦昭湘王一块长大的 所以跟宣太后这个家族呢 也是非常有这个亲近的关系啊 他呢 也是成为了一个秦国的将领 他呢 是这个攻取韩国 取了吴史这个地方啊 吴史呢 就是今天河北省邯郸市的西南啊 把这个地方拿下来了 左庚白起 左庚呢 是秦国的这个爵位名啊 啊 白起 白起这个人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战神啊 被誉为是战神 因为他这个一生打了七十多战啊 据说打了七十多战啊 无一败计啊 全部都是赢的啊 就跟那个当年美国那个拳手泰森一样啊 一出道之后是这个是一路是过关斩将啊 就从来没打过这个啊 这个这个败这个败仗 所以左庚白起呢 他就攻这个新城 新城呢 是韩国的一个居民啊 就是今天河南省伊川县的西南啊 他只要打的地方基本都是这个啊 会赢的然后武大夫也是秦国的一个爵位名啊 他的名字叫李 他跑了 他出王奔位 说明他在这个秦国呀 肯定是混的啊 就不行了 因为什么呢 据说他是跟那个新作相国的染啊 这个染猴啊 是不合的 所以说他怕染猴呢 暗地里给他使半个 所以说他说 我就跑吧 他呢 就他本来也不是秦国人 他是齐国人 所以他就跑了啊 就跑到这个啊 卫国去了 他还没回这个齐国 跑到魏国去避难了 那么仁比啊 这个人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秦武王的那个大历史 这个时候呢 他当官了 做了这个汉中守 做了汉中郡的郡守 呃 这个十四年 也就是秦昭湘王的十四年 左庚白起啊 又攻这个韩魏于伊缺 这个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伊缺之战啊 我们在讲那个周本纪的时候 讲过这个啊 斩首呢 二十四万 把这个公孙席给抓住了 而且拔了五个城市 拔了五个城市啊 秦昭湘王的十五年 大梁造白起 哎 他从这个左庚已经升到大梁造了 啊 他呢 攻这个魏 取了园这个地方 园呢 就是今天山西省的园区县的东南 取了园这个地方 然后拿下来之后呢 又给了这个魏国了 啊 公楚 他往南打 又打这个楚国 取碗 碗呢 就是河南省南阳那个地方 把碗也拿下来了 那么十六年左庚啊 司马错啊 就是司马迁的这个祖先啊 他取智跟邓这两个地方 那么智呢 就是指这个啊 河南省几元县的东南 邓呢 是河南省几元县的南边的黄河边上 这两个地方第一都不远啊 把这两个地方也拿下来了 那么魏展呢 被免职了 被免去了相国的职位啊 封公子福碗 把这个碗这个地方呢 封给了公子福 这也是四贵之一啊 让他呢 做这个地方的 这个 把碗呢 作为公子福的彩艺 把这个邓呢 做这个公子盔的这个彩艺 那公子盔呢 也是这个 也是高陵君啊 也是四贵之一 这些都是 都是这个 你像这个公子福 他是静阳君啊 公子盔呢 他是高陵君 这些呢 都是这个 宣太后的这一支的 都是他的这个亲近亲属 叫四贵啊 把这些地方都封给他们 做彩艺 然后呢 把这个陶这个地方 封给了魏冉啊 陶呢 就是现在山东省的 定陶那个地方 而且呢 让魏冉作为这个 他的这个身份地位呢 跟猎猴差不多啊 啊 这个叫叫什么 为诸侯啊 所谓的为诸侯呢 就是指地位 他享受的那个待遇 跟东方的诸侯国的国君 差不多啊 待遇是非常高啊 啊 秦朝相亡17年啊 呈阳人呈阳军啊 这个呈阳军呢 是韩国人啊 他到秦国来朝见 还有东周军到秦国来朝见 那么秦国以元为溥义 这里的唯呢 是是义啊 是是那个荣义的义 不是那个 因为这个为字呢 他的呃 古代的写法 跟那个荣义的义 两个字差不多 所以被传了 传超的时候就写错了 秦国呢 用元这个地方 换了蒲碗跟皮士 啊 就进行了这个交换啊 那么蒲碗跟皮士呢 这个也是 其实都是魏国的这些土地啊 拿魏国的土地 换魏国的土地 啊 王之夷阳 那么秦朝相亡呢 就到了夷阳这个地方 啊 秦朝相亡18年呢 司马错 公园跟和雍 这里的和雍呢 应该是和雍啊 绝桥取之 呃 绝桥呢 就是这个 冲断了 黄河上的桥梁啊 叫这个绝桥 那么19年呢 就是 秦朝相亡就是 秦帝了 作为西帝 齐国呢 是在东边作为东帝 后来呢 就是这个帝号又都去了 那么这个旅礼 就是那个齐国人旅礼 来啊 自自归 那么从齐国呢 就又回到了秦国 因为魏展呢 已经不做这个国相了 所以说呢 他又回来了 齐破宋 宋王在位 死温 仁彼族 二十年 王之汉中 又之上郡北河 二十一年 错宫魏河内 魏宪安逸 秦除七人 赵木喜河东 赐绝 赦罪人千知 静阳君封晚 二十二年 蒙武伐旗 河东为九县 于楚王会晚 与赵王会中阳 二十三年 魏私离 与三晋 焉伐旗 或之 济熙 王与魏王 会宜阳 与韩王 会新城 二十四年 于楚王会焉 又会壤 秦取魏 安城 至大梁 焉赵旧之 秦军去 魏燃免相 二十五年 拔赵两城 拔赵二城 与韩王会新城 与魏王会新名义 二十六年 赦罪人千知壤 侯燃 赴相 二十七年 错宫楚 赦罪人千知南阳 白起公兆 取代光郎城 又使司马错 发隆熙 殷属公储前中 拔之 二十八年 大梁造白起 公储 曲燕邓 设罪人千知 二十九年 大梁造白起公储 徐颖为南郡 楚王走 周军来 王与楚王会相邻 白起为武安军 三十年 蜀守 若伐楚 取乌郡 及江南为前中郡 三十一年 白起伐魏 取两城 楚人返我江南 三十二年 向 攘侯 公魏 至大梁 破报冤 斩首四万 冤走 魏入三县 请和 三十三年 克清胡阳 公魏 卷 菜阳 长舍 取之 姬 芒 华 阳 获之 斩首十五万 魏入南阳 以和 三十四年 魏与魏 秦与魏 含上英帝 为宜郡 南阳 缅臣 千居之 看一下这一段 因为这一段 说的全部都是取地名 没有什么可讲的 我们就快点翻译 齐国 把他旁边 那个宋国给灭了 齐破宋 宋就是在 周五王分封的时候 封这个 宋国做商朝的 后裔 把商朝的后裔 收集起来 封在宋这个地方 所以宋国 在春秋时期 他是殷商的后裔 他的始统军 是威兹启 从这个 春秋开始封 一直到战国 这个时候 这个宋国 已经就彻底灭亡了 等于这个 殷商的这一支 就彻底灭了 这个齐破宋 被这个 齐国灭掉之后 齐国就把 宋这块地方 给他并到了 自己的国家的 版图之内 宋王在位 死温 那么当时的 宋国的国君 是这个 宋王衍 这个人 据说非常残暴 他残暴的那个事 那简直是庆东南书 后来呢 他是死在了温这个地方 死在了魏国的温这个地方 是这个 这个在河南的温县的西南 仁比族 这个仁比呢 就是秦武王的那个大历史之一 司马迁呢 不知道为什么 就按照仁比的这个 他所从事的官职来看 不应该在史书上 对他这么重视 而且提了他好几笔 后代有史学家 还专门研究这个现象 说这个一个大历史啊 光靠一身勇力 能够在这个史记里面 反复的出现 有人说呢 他这个可能啊 他不光是力量大 可能这个人呢 非常贤惠 他不光是有勇力啊 可能这个为人的 也非常贤 所以说他可能是 比较符合这个司马迁的价值观吧 所以说这个司马迁 在写史书的时候呢 经常会提一下这个人 那么他呢 在这个秦庄襄王 十九年的时候呢 是这个死掉了 那么二十年 王之汉中 秦昭襄王呢 到了汉中这个地方 然后又到了上郡跟北河 这些地方 我们以前都提过啊 就不再重复了 二十一年 司马错公卫的河内 啊 魏县安邑啊 河内安邑这些地方 我们以前也都提过啊 河内就是相当于 河南省的那个 武智啊 魏县呢 几元的那一带的地区啊 是河内啊 魏县安邑啊 秦啊 秦除其人呢 就是秦把安邑的这些人啊 全部里边的那些人 全部都撵出来 然后只留下这个啊 一个空城 留下一个空城呢 也不能成为城啊 那怎么办呢 就这个把那些在秦国犯过罪的那些人啊 然后呢 就把他们牵过来 勿洗河东 刺绝啊 两种人 一种是把这个罪人牵过来啊 就赦免你们的罪过 叫赦罪人嘛 只要你们就是离开秦国 到这个河这个安邑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牵持 还有一种人呢 就没有犯过罪的 没有犯过罪的 你就不能硬牵了 你就只能怎么办呢 只能是招募 你到这个河东这个地方来 到安邑这个地方来啊 如果要是住在西 能在这安家这个立命的话 那么就赐给你爵位 用这个物质利益来这个引 来引救他们啊 然后靖阳君 这是四位之一啊 他是封在了晚这个地方 把这个 这个 河南安邑这个地方 河南南洋这个地方呢 作为靖阳君的才艺 那么 昭襄王的22年呢 这个有个秦国大将蒙古 讨伐齐国 取了河东的九个县啊 河东的九个县呢 这个应该是呃 应该不是九个县啊 应该可能是河东地区 这个地方应该是有拖字的啊 就不是说特别啊 特不是说特别这个符合历史事实啊 我那我们现在这里就不管了 以文本为主啊 取了河东的九个县 跟这个楚王呢 在这个晚这个地方 举行了一个会谈 跟赵王呢 在中阳这个地方 举行了一个会谈 中阳就是山西的中阳县啊 那么昭襄王呢23年啊 魏 呃 斯黎 呃 魏呢 是这个官名 斯黎呢 是人名啊 他呢 跟这个呃 与三晋 三晋呢 主要就是指这个魏国啊 那主要是指魏国 还有这个 一烟讨伐齐国 破之济西 啊 这个魏呢 在秦国的官名呢 是都魏啊 他名字叫斯黎 但是这个人呢 应该是没什么名气 他跟这个烟将越义呢 还有这个其他的 还有谁 我看一下 烟将越义 啊 这个讨伐 联合讨伐齐国 在这个济水西岸这个地方呢 把齐国给打败了 啊 讨伐呢 就是因为烟国前段时间 不出现了一个啊 燕王派啊 善未给子之的那个事吗 然后这个整个齐国跟燕国之间 就是就开始PK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当然整个过程 我们以后在读的时候会读到啊 这里就是简简单说了 那么这个呃 呃 魏国的呃 魏国还有燕国啊 一起联合起来 这个还有这个秦国的私离 在这个大将越义的带领下 那打到了齐国 王与魏王会一扬 啊 秦昭湘王呢 跟这个魏王啊 在一扬这个地方举行会谈 跟那个韩王在新城这个地方举行会谈 那么昭湘王24年呢 跟楚王在燕这个地方举行会谈 然后又在壤这个地方呢 又举行了会谈 这些地方我们以前都提过啊 就不再说了 秦娶魏的安城至大梁 这个安城呢 是在河南省的原阳的城西啊 啊 是魏国的一个城市啊 被秦国给拿过来啊 至大梁啊 至大梁呢 就是这个秦军呢 从安阳这个 从这个安城这个地方 一直攻到了啊 魏国的首都大梁的城下 叫至大梁 秦国的国军呢 已经打到了大梁这个地方啊 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 那么燕国跟赵国呢 就救之 救这个大梁城 所以秦军呢 就离开了 就没有在这个跟联军死磕 魏冉呢 这个时候就免向了 又被免了向国 那么秦昭相王25年 拔赵两城 攻取了赵的两个城市啊 秦昭相王跟韩王 在新城这个地方 又举行了一次见面 跟这个魏王 在新明义这个地方 也举行了一次 也举行了一次见面会啊 也商谈了一些一些事儿 呃在26年啊 赦罪人 牵之壤 把那个犯过罪的那些人 全部都赦免 但是呢 把他们牵到了壤这个地方 呃为这个壤侯呢 又赴相 又开始出来担任相国 也就是壤侯啊 在秦国其实他是有 有多次的被免向 然后又出来当相 被免向又当相 这个里面肯定是有掺杂 这个非常复杂的政治斗争啊 秦昭相王呢27年 司马座攻处啊 攻打楚国啊 赦罪人啊 牵之南洋啊 把这些有罪的这些人呢 全部赦免 但是呢 把他们牵到了南洋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秦国大将白起 攻打赵国 取了这个赵国的光郎城 赵国的光郎城是在哪呢 应该是在这个 山西省的高平市这个地方 是光郎城啊 是这个赵国的地方 但是被这个战神白起 也拿下了 秦国呢 又派司马错 这个发隆西 殷属公处的钱中 就是依托蜀国 公发隆西的兵啊 隆西呢 就是甘肃那边啊 甘肃那边的兵 然后呢 依托蜀国 攻打楚国的钱中地区 把这个地方给拿下了 那么秦昭相亡28年 大梁造白起 攻打楚国 取了楚国的燕跟邓 这两个地方 燕呢 就是湖北省的遗城 邓呢 是湖北省的湘帆 把这两个地方呢 也拿下了 然后秦国人还是这个 如法庞治啊 把那些有罪的人进行赦免 然后把他们迁到这些地方 29年大梁造白起 又攻楚 把楚国的首都盈给拿下来了 啊 取盈为南郡 作为这个秦国的这个余的郡啊 然后这个楚王呢 就跑掉了啊 楚王这个首都没了 那这个楚 这时候的楚王呢 是楚清湘王 啊 他就逃走了 啊 周军来 也就是周国的这个 周王室的国军呢 这个到楚国 到秦国来朝见 但是哪个 这个时候的周王室 已经被分成这个 东周国跟西周国了啊 那么也不知道 是哪个周军过来的 不知道是东周 还是西周的这个国军 到秦国来朝见 王与楚王会相邻 那么秦昭相王跟楚王呢 在相邻这个地方 举行了一次会谈 相邻呢 是魏国的一个县名啊 就是今天的河南省的衰县 啊 白起呢 这个时候升官了啊 被封为是武安军 啊 因为这个武安这个地方 把武安这个地方呢 封给了白起 所以叫武安军 但是呢 这个也有人说 他是有名号 但是没有这个封义啊 这个也具体搞不清楚了 反正白起这个时候 以后啊 再叫白起 只能叫武安军了 三十年啊 蜀守 若法楚 那么这个蜀国的太守 名字叫若 讨伐楚国 取了楚国的乌郡 这个地方 还有江南啊 然后合起来为 合起来是作为这个秦国的前宗郡 啊 蜀国的这个 呃 若呢 他是秦国的一个 呃 秦国的一个 一个将领啊 他是守着这个四川 成都这个蜀郡的 他的郡守名字叫啊 叫若 然后这个乌郡呢 是楚国的一个郡名 就是现在的湖北省跟重庆市交接的那个地方啊 然后把这些地方都拿下来之后 还有再加上那个原来取的那个土地的江南 然后作为这个前宗郡啊 也是作为秦国的一个一个郡啊 啊 前前宗郡啊 前宗郡呢 就是指这个 他的郡守呢 是在今天呢 湖南省的常德市 前宗郡 然后这个 接下来是三十一年啊 白起 讨伐魏国 取了魏国的两个城市 楚国人 反我江南 这个时候楚国人就造反了 就是在江南 这个不是江南 呃 变成了这个前宗郡嘛 然后这个地方的人可能不是特别服这个秦国人啊 然后起来之后就爆发了反秦的事件 秦昭相亡的三十二年啊 向阳侯攻卫啊 阳侯呢 也带兵去攻打魏国 一直打到了大梁啊 破了这个报冤 报冤好像是这个韩国的一个将军啊 把这个报冤呢 也给打打跑了 斩首四万啊 报冤走啊 报冤打败了 就逃跑了 魏陆县陆三县请和 那么魏国呢 就拿出了自己的三个县 请求跟这个齐秦国讲和 啊 这段历史是比较混乱啊 我们就按照文本来啊 三十三年 克经胡阳 公卫的卷跟菜阳 跟长社 这三个地方 然后呢 是取了这几个地方啊 卷呢 是魏国的一个城市的名啊 是河南省的原阳县的西啊 西边是这个菜阳呢 也是魏国的一个城市的名 是在河南省的上菜啊 长社呢 是魏国的一个县名 是在河南省的长阁的东北啊 这些地方呢 现在都被秦国拿下了啊 这个取之 然后积王某华阳 王某呢 是魏国的一个将军啊 在华阳这个地方 又击败了魏将王某啊 而且呢 是斩首十五万 哇 这个人数是比较多的啊 砍了十五颗这个人脑蛋啊 魏入南洋以河 魏国呢 又把南洋这个地方交出来啊 跟秦国去讲和 那么三十四年 秦国与魏国 韩国的上庸之地为宜郡啊 就是这个郡名呢 叫南洋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啊 魏国不是把南洋给的秦国吗 所以秦国把他所已经占据的那些 韩国跟魏国的那个南洋 还有楚国的那个上庸 因为这些地方都是连在一起的 把他合起来啊 建了一个郡 这个郡的名字叫南洋 南洋郡啊 然后还是把那些这个 有罪的大臣啊 免臣 那就是那些大臣 已经犯了罪了 但是呢 就把他罪过给免了 然后迁到了这个南洋 这个地方啊 来来居住啊 叫免罪之臣 当然可能除了免罪之臣以外 应该还有其他的那些犯人啊 也应该被迁过来了 三十五年 左寒卫啊 储物发烟 出治南洋郡 三十六年 克清造 宫崎 取刚寿 遇攘侯 三十八年 中庚胡扬 公赵 鳄鱼 不能娶 四十年 道太子子魏 归葬 纸阳 四十一年下 公魏 取行秋怀 四十二年 安国军 为太子 十月 宣太后 充 葬 纸阳 丽山 九月 攘侯 出之逃 四十三年 武安军 白起 公寒 法九成 斩首五万四十四年 公寒南洋 取之 四十五年 武大夫奔 公寒 取时成 叶阳军 亏 出之国 未治而死 四十七年 秦公寒 上党 上党 祥赵 秦英公赵 赵 发兵 激秦 相聚 秦始 武安军 白起 鸡 大破赵 于长平 四十余万 尽杀之 赵湘王三十五年的时候 秦国帮助韩国 魏国跟楚国一起讨伐殃国 这个还是殃国内乱的那个事 出治南洋郡 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 三十六年 克清造 公祺 克清也是秦国设置的一个官职 他的名字叫造 就是造火的造 他攻打齐国 取了钢跟寿 这两个地方 钢跟寿 这两个地方 因为距离 这个 攘侯的那个彩翼 桃非常近 所以呢 就把这两个地方 也都给了攘侯 那这个钢跟寿 在哪呢 钢 是齐一名 是齐国的一个城市 是在今天山东省的宁阳县 寿 是在山东省东平县 这两个地方 都是在那个桃 那个附近 所以都给了这个 攘侯了 那么 赵湘王38年 中庚呢 是秦国的一个爵位的名 他的名字叫胡扬 他呢 攻打赵国的鳄鱼 这个地方 但是呢 不能取 就是没打下来 因为当时赵国 守鳄鱼的这个地方呢 是赵国的名将 名字叫赵舍 赵舍这个人 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呢 他有个非常有名的儿子 叫赵阔 那么赵舍当时打上 是很厉害的啊 所以说他在鳄鱼这个地方呢 把秦国军队给打败了 所以秦国军队呢就不能取得这个地方 这也是秦国军队很少有的 打别的地方 没有这个 没有打赢的这个战力啊 失败的战力 那么赵湘王40年呢 道太子死位 道太子呢 就是赵湘王的儿子 本来是太子的 但是呢 早死了 死在了这个魏国 归葬 纸阳 那么就是 他是等于在魏国做人质的时候死的 死了之后呢 就把他拉回来 葬到了纸阳这个地方 纸阳呢 这个地方可能是秦国的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一块坟地啊 是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北 是在 是埋在了这个纸阳这个地方 那么赵湘王41年夏天 秦国攻打魏国 取了行秋跟淮这两个地方 行秋跟淮呢 这个淮是在河南省的武智的西南 行秋呢 是在河南省的温县东北啊 取了都是魏国的土地 昭湘王42年 安国军啊 他呢 就是为太子啊 安国军呢 是秦昭湘王的儿子啊 因为这个前面的太子死了 所以说呢 他就变成了这个太子 那么10月份 这个宣太后米八子 终于轰了 葬在了这个纸阳丽山 也是埋在了纸阳这个地方啊 9月份啊 然后出之逃 那么这个宣太后死了之后呢 这些四贵啊 就失去了靠山 所以然后呢 在秦国国度就就待不下去了 就来到了自己的彩翼 淘这个地方啊 昭湘王43年 武安军白起 又攻打韩国 拔了韩国的九个城 拔了韩国的九个城啊 但是呢 这个好像不是九个城啊 应该是行城啊 所以搞不清楚了 我们就当成是九个城吧 也是被这个白起给拿下了啊 这次战争呢 是斩首韩国兵五万 那么昭湘王44年呢 攻打了韩国的南洋 也拿下来了 45年呢 武大夫是这个秦国的爵位名 他的名字叫奔 他呢 也攻打韩国 取了韩国的十个城 那么叶阳君啊 这个呢 公子盔呢 他也是四位之一 他也这个不在秦国的手楼里待了 也是出之国 到了自己的彩艺呢 你去去这个 去守着自己的彩艺了 都不在国度里面待了 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个四贵啊 离开了这个宣太后以后 没有了宣太后这个靠山 那么在国度里面都待不下去了 都各自到自己的封国去就职了 但是呢 这个公子盔呢 他是没到 没到那个自己的彩艺呢 他就死在半道上了 赵湘王47年呢 秦国攻打韩国的上党 那么上党呢 打不过秦国就这个投 但是也不想 也不想这个投降秦国 所以说他就转而投降了这个赵国 本来这个上党地区呢 应该是这个韩国的地方 但是呢 因为韩国的上党 和这个韩国南边的那个 主要的大本部呢 已经联系不上了 就中间被秦国给切断了 所以说这韩国救上党也救不了 救不了之后呢 那怎么办呢 就只能是这个 没法救呢 就干脆就说 让这个上党的这个郡守啊 说上党郡的郡守 就是这个上党郡的这个领导吧 叫冯庭 说你也别 你也别这个前攻了 你就干脆投降算了 那地方我们韩国也不要了 但是冯庭呢 就不喜欢投降这个秦国人 看不上这个秦国人 他呢 转而投靠了这个旁边那赵国人 所以冯庭呢 就问旁边赵国人 说你想不想要上党这块地方 这赵国人呢 当然对这个 到了嘴的这块肥肉呢 所以要还是不要 大家还是有很多不同意见的 有的人说 秦国想要这个地方 你就别要了 有的人说 送到嘴边的肥肉 你不要 你也白不要 所以最后呢 这个赵国一条贪 就把上党的这个地方 给收过来了 这才发生了 后边的那场战争 秦国人说 我本来想要这块地方呢 现在你被你赵国收去了 所以秦国呢 因此就攻打赵国 赵国还不服 就发兵呢 抗拒这个秦国 当时赵国的这个老将呢 是这个连坡啊 连坡这个人呢 打仗一生 也是很少打败仗的 但是呢 他跟白起不一样 白起是以进攻为主 连坡是以防守为主 防了这个 连坡到哪都是防 连坡是当时战国时期 最优秀的防守专家 那么他这个 跟这个秦国 在这个最后死刻呢 秦国拿他们一招 后来秦国使用反剑剂 把这个连坡呢 就给弄跑了 就换了一个新来的 一个非常牛的将军 叫赵阔 叫赵国就是那个 马夫君赵舍的那个儿子啊 赵霍呢 过来之后 就是跟这个秦兵死磕 结果赵霍来之后 就丢掉了 连坡的那个防守的打法 就决定出来 跟这个秦兵进行PK 相聚呢 就是这个 互相敌汉的意思啊 这里的聚呢 就通那个带提手的那个聚啊 然后呢 这个使用反剑剂之后呢 赵霍呢 成为了这个赵国 这支优良 这个军队的领导人啊 赵国虽然很年轻 但是兵法理论上 是有一套一套的 所以就产生了一个 后代非常有名的成语 叫纸上谈兵 那么秦国一看 使用了赵霍 反剑剂成功了 然后呢 这个就派了自己 最牛的将军 战神白起 偷偷摸摸的 就来到了这个秦国的军队 替换掉了原来的 秦国的将军 于是呢 双方就开始PK了 PK的地点呢 是在长平 事实证明呢 这个年轻的赵阔 干不过这个战神白起 结果40万 这个优秀的赵国小伙子 全部被这个白起坑杀掉 这个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长平之战 经过这一战 赵国呢 他的这个元气就大伤了 这个历史呢 这段故事以后也会说到 48年10月 韩县环庸 袁庸 秦军分为三军 武安军归 王河 江伐 赵 武安 疲劳 伐之 司马耿 北定 太原 近有韩 上党 正月 兵坝 兵坝 这个地方应该是坝 不应该是坝 他写成是坝 但是是 应该是毒坝 应该是理解成兵 疲惫了 其实月 武大夫陵 攻赵邯郸 49年正月 一发足 左陵 陵战不善 免 王河 代将 其实月 将军 张唐 公卫 为蔡卫 捐 扶手 还斩之 50年10月 武安军 白旗 有罪 为事武 千阴密 张唐 公正 拔之 12月 一发足军 焚成旁 武安军 白旗 有罪 死 和 公邯郸 不拔 去 还奔 坟军 二月 于 攻进军 斩首 六千 禁楚 留死 禁楚 留死 和 两万人 攻 坟城 及从 唐 拔 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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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阳 出座 河桥 看一下 这段 48年 也就是秦昭相亡的48年10月份 韩国又下了一块地 一个城市叫园庸 这个园庸是在哪呢 应该是在河南省的园阳县的西边 把这块地方也给秦国了 然后秦国军队分为三军 分为三军 但是白起算里边说是分成两军 把这军队分成两部分 有一部分是王和带领的 一部分是斯巴耿带领的 这个秦军分成了 这里说是三军 实际上是两军 然后武安军归 为什么叫武安军归呢 就是长平之战之后 按照这个白起的 武安军白起的想法 就直接把赵国拿下就算了 因为再往前打 就是赵国的首都邯郸了 那么把赵国拿下 那么赵国整个就灭了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秦国有个相国叫范居 他嫉妒白起有功 所以他就想阻止白起去进攻邯郸 他就劝秦王 说就不要让白起再进攻邯郸了 所以秦王就阻止白起 不要让他进攻邯郸 但这个时候白起就主张 一定要进攻邯郸 但是毕竟你是拗过秦昭王的 最后白起还是没办法 还是这个只能带兵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这个王河将伐赵武安疲劳 罚之 王河呢 这个不是分成两军吧 有一支军队是被 是王河带领的 他呢 就是讨伐赵国的武安 跟疲劳这两个地方 武安呢 就是河北省的武安县 疲劳呢 现在也是山西省的义城县 把这两个地方也拿下来了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支军呢 也是这个被分两军 另外一支军的这个将领呢 叫司马耿 他是北定太原 近有韩上党 就把韩国的上党地区 现在全部都这个拿下来 这里的太原 是那个 主要是指山西省的 渔次县的那个附近啊 跟现在的太原意义 还不是特别一样 正月份 正月这个冰 冰霸不是冰皮 就是罢兵了 不再打仗了 副手上党 那么重新又在上党地区 集结兵力 那这里应该还是理解成冰皮 那么正月份冰皮 然后这个士兵可能疲惫了 因此呢 又在这个上党地区呢 重新集结兵力 十月份 武大夫 这是秦国的一个爵位的名 他的名字叫灵 也就是王灵 王灵现在已经是这个 武大夫了 他呢 攻打赵国的邯丹 赵国邯丹不是白起一直想打吗 然后这个在这个范居的 从中间的挑拨离间之下呢 白起呢 就被拉回来了 没被打 现在呢 秦朝乡王反过劲了 还是想打邯丹的 邯丹了之后呢 他就不好意思再用白起了 所以用这个另外一个将军 叫这个王灵 去打这个 去打这个邯丹 去打邯丹 但是王灵可没有 没有这个白起这个能耐 所以就打不下来 那么49年正月份 这个秦国呢 发兵 发兵族 辅佐这个王灵 但是王灵呢 还是打不下来 战不善 就是还是打不下来 最后秦国没招了 就把王灵给免了 那么王和呢 去代替他 代将 继续打邯丹 那么到了10月份 70月将军张唐 公卫 为蔡卫娟 扶手 还斩之 这个将军张唐 是谁呢 张唐是秦国的一个将军的名 好像对他的历史 也不是特别了解 然后蔡卫娟 扶手 还斩之 这个卫国的一个首将 叫蔡卫 卫国的首将蔡卫 他呢 名字叫娟 所以说这个蔡卫啊 应该是卫国的 应该是卫国的一个官名 娟应该是他的名字 所以这个蔡卫娟 我们现在把它当成是一个名字吧 他应该是卫国的将军 他呢 是应该守这个 守这个城的 但是呢 他守不住了 守不住之后呢 他就跑了 弃城逃跑 跑了之后呢 回到了卫国 所以卫王呢 就一气之下 把这个蔡卫娟呢 就给给给剁了 五十年十月 也就是秦昭相亡的五十年的十月份 武安军白起就有罪了 把他的这个武安军的名头也免了 让他变成了普通的士兵 士武呢 就是普通的士兵啊 而且呢 就让他远离秦国的首都咸阳 把他迁到了阴密这个地方 阴密呢 就是今天的甘肃省的明台县 那个地方啊 发配到这个地方来进行秘密的监管 然后这个秦国的将军张唐 公正 这个人还不做啊 公打公打这个正啊 拔之 这个正这个时候呢 其实啊 应该是 应该是旧正啊 就是那个现在陕西贤林那个地方 其实他已经归了这个 已经归了秦国了 干嘛还要打他呀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是有有有有这个 有存疑的地方啊 但是有后代的历史学家解释说 正这个地方应该是业 就是那个一个作业的业 加一个幼耳刀 那如果这样解释的话 就说得通了 因为如果是写成正的话 应该不是特别合乎逻辑 十二月一发足军啊 焚城堂啊 又秦国又开始增发这个人马啊 就是这个呃 这个焚城是哪呢 焚城是在山西省的侯马市的西北啊 是秦国河东郡的那个郡治所在地啊 也是秦国军队当时进攻邯郸的一个主要的基地之一啊 可能当时攻邯郸就是攻不下来啊 这个兵力老是缺 所以秦国人呢不断的就从后方啊 往前线啊 输送这个兵力啊 所以说这个输送兵力呢 有一支兵力呢 就发到了焚城这个地方 可能这个在这等了啊 等了之后等前线再打的时候 再继续到前线去攻这个邯郸 然后武安军白起呢 就被定为死罪了 这些当然都是这个范军在后边操作的啊 定为死罪了 然后赐他死啊 这个死呢就是赐他死 这个中途啊 他还没到这个啊 他不是要迁到阴秘那个地方吗 他在往前往这个阴秘的途中啊 这个招强王看他就就就不顺眼了 所以就中途刺他剑 让他去死亡啊 去自杀 这个事呢 在这个白起列传里面 我们以后也会读到啊 详细的细节会读到 这里面就不再说了 然后这个王河 这是秦国的一个大将呢 他呢是攻邯郸 也也也是打不下来 因为王陵前面打打不下来 换了王河 王河还是打不下来 所以呢 这个不拔就是打不下来 去还奔坟均 那么王河呢 也离开邯郸 就回到了坟均 这个地方的大本营 是秦军的大本营啊 那二月 那二月于啊 这个攻进军 啊 斩首六千啊 攻进军 进军就是卫军啊 这个卫军 卫国人好像不是特别扛打 所以说呢 就是斩首了六千人啊 禁楚 留 死 河 两万人 这里的死啊 有人考证是尸体的尸 要不然的话是 是这个 说不清楚的啊 攻焚城 而且这句话是有争议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他的主语不明确 究竟是禁楚的兵啊 死在了河里面啊 有两万人 这个 这个尸体啊 在这个流水里边 有两万人 还是秦国军队 被禁楚联军打的这个地方 被卫楚联军打的 死在河里面有两万人 这个主语是不明确的 那么攻焚城 究竟是禁楚攻这个焚城啊 还是秦军攻焚城也不明确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存疑了 大家呢 就是 你就理解成是禁楚吧 就禁楚联军啊 就是这个 死在这个地方是两万人啊 然后攻焚城 就这样理解就行了 然后这个集从唐 拔冥心中 这个集从唐 唐呢 是张唐 跟从张唐呢 就是这个拔冥心中 冥心中呢 是一个城市的名 也叫心中啊 据说它 它是魏国的一个城市 是在河南省安阳市的西南郊 跟着张唐呢 又把冥心中 把这个地方呢 也给拿下来了 这个冥心中啊 然后是冥心中 后来改名叫安阳了 初作河桥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黄河呢 就是也是在浦州这个地方吧 浦州又叫浦州桥 搭了一座桥啊 然后是冥心中的黄河呢 然后是冥心中的黄河呢 然后是冥心中的黄河呢